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請大家安靜 我們請第九位質詢委員林玉華委員質詢 我們先請朱主席長跟蘇部長 請朱主席長跟蘇部長 兩位好 我記得當時在協商的時候 起碼我記得朱主席長曾經說一句話 叫做穩健 因為那時候是要批評說發現金 但事實上三倍券我覺得也都一樣 但是穩健你們現在認為我們到4200億 目前來講我們特別條例 給大家的時間是到明年的6月 但是呢我們在到目前為止 其實從第一筆通過才7個月 才7個月 我們就要來處理第三期的紓困預算 而且呢這個我們已經用掉了1000多億 所以大家覺得我們有穩健嗎 有穩健嗎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疫情的確比較特殊 相對於其他國家 我們的這個4200億 再加上那個所謂紓困貸款 大概佔GDP的6點幾 相對於其他國家 但問題是我們本來預算是到明年 那我能問一下 假如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因為全球疫情都還不確定 我們4200億 看起來很快就會用完了 再來如果我們 再爆發疫情 或是全球疫情都還不穩定狀況之下 再來怎麼辦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4200億都用完了 這怎麼辦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目前的疫情控制的 還算不恰當 所以說 我目前的經費應該是足夠的 所以你覺得是足夠的 再來 一樣國際可能也飛不出去 航空業一樣受損 你都認為都一樣 你覺得都控制好了 都不用再花我們的特別預算 都不需要了 這樣看疫情的發展情況 對 那我剛剛就說 如果疫情再爆發 或全球疫情狀況 到目前為止 還看不到被控制 所以這樣做之下 我們4200億 以你們說 叫穩健的 穩健的 已經全部都 花完了 那請問你覺得 已經 真的就是我們再來 全部就可以回到公務預算處理了嗎 就我們目前來看 疫情是穩定的 疫情是穩定 不代表我們不需要其他的經費啦 這是兩件事嘛 好我再就要請我們的 交通部陳次長 還有經濟部的曾次長 一起上來 請交通部陳次長 經濟部曾次長 請問一下 剛才我問的問題 如果我們疫情繼續下去 包括像這3.0提到的展場業 提到的旅遊業 像這些 甚至旅館業 我們也許其他縣市 因為國內旅遊大爆發 可能是滿床 但是以台北市 雙北市來講 新北市來講 很多客是國際的旅客 跟國際的觀光客 國際商務客 如果全球疫情再這樣下去 如果按照剛剛的回答 醫藥你們都靠自己就好了啦 全部都不用再有特別預算囉 全部交通部 經濟部自己想辦法 有沒有問題 如果疫情繼續下去啊 我們特別預算都用完了喔 經濟部你還有哪些部分 如果我們全球疫情再繼續下去 你們可能還是 必須要繼續紓困的有哪些 委員我想 我經濟部 交通部先來做一個說明啦 就是說 剛才委員特別提到的 當然受到這個邊境 沿管還有相關的這樣的一個 疫情的關係 持續喔 對於 尤其是都會區啦 的旅遊會受到衝擊啦 但是整體有關這個旅遊的一個市場 我們所看到的是 你不要跟我講整體啦 整體 我現在就講 你不是要看整體啦 當然 所以還是說 台北市新北市是他們地方政府的責任 跟你無關喔 我想整個一個觀光的一個產業 其實是不管是中央跟地方 大家都要共同努力的啦 那看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在這次紓困3.0裡頭 也有對於旅館也有相關的一個補助 我再問的是說 如果3.0的錢用完之後呢 我想我們會持續的來看這整個疫情的發展啦 來做滾動的一個 因為你們已經幾乎都快花完了啊 中央部跟經濟部你們錢花完了怎麼辦 還是就像經濟部你的這個商業服務業一樣 到時候就一直跟我說 拍謝沒錢了 各個產業自己想辦法 是不是這樣 兩個 兩位次長要不要回答一下 是不是當特別預算用完之後 如果疫情還沒有得到控制 全球疫情沒被控制的時候 你們的答案就是 錢用完了 就是跟你現在對商業服務業的說法 一模一樣是不是 我想那個產業需要紓困的部分 這個東西是看著整個狀況的眼鏡啦 我要跟委員說明就是我們的 你們上次就說錢用完了啊 你們的回答就說錢用完了嘛 我們也是清楚的 因為四五六月其實疫情比較嚴峻的時候 它補助的對象範圍比較寬 那到了我們3.0送出來的版本 如果你們有沒有仔細看 你應該會發現到說 其實我們會針對產業類別 這當然要啊 我有仔細看 所以你看來都沒有聽到我的質詢 我剛剛就直接問了 舉例來說 你們有講到旅遊業國際線嗎 我都已經講出來 你還說如果我有仔細看的話 那個是剛才交通部的業務啦 一樣啊 你就寫展場業 你有寫啊 我知道啊 對沒有錯 所以我要問的是 用完錢之後怎麼樣啦 你們不要跟我這邊打轉 用完錢之後你們怎麼辦 如果疫情還非常延續 這一定是 我們會把我們遇到的問題 報給行政院來統籌 所以不會像之前一樣說斷就斷 呃不 委員這個也不是說斷就斷 你們之前就說斷就斷嘛 那個 商業服務業就說斷就斷 還提早半個月結束嘛 沒有委員應該要這樣子講喔 就是說那個其實 我們的商業是在受理相關的狀況的時候 在一兩天之內 爆量將近百分之四十的量 因為你們提早半個月結束 當時你們的理由就是 因為錢用完了 包括那間部長回答也說 錢不夠 所以我今天才會問你們這個問題 後續到底怎麼樣 你們聽起來完全沒有因應的方法 再來我就要問 抱歉請 好 請回去 請回座 我要問農委會副主委 副主委 副主委 請問一下 我們農遊圈的成效怎麼樣 你們辦了炒飯比賽啊 八百萬 再來農遊圈你們自己覺得成效你滿意嗎 農遊圈我們看到的是 九成花在農會超市 農會我們都知道也可以買衛生紙啊 買咖啡啊 真的我們真的用到農業的部分 你真的用到像我們一些 收錢農場等等 大概只有一成 一成 所以你自己覺得成效好嗎 我們覺得你給大家錢就會變亂花 亂花 你真的農委會 你不是經濟部啊 農委會你要用到的 叫幫助農民嘛 是啊 就你農遊圈你 幫到只有農會超市吧 沒有這整個農產品也是農民生產的 這個第一點我跟委 等一下農會超市沒有都是農會生產 並沒有 農民的國產 並沒有都是農會生產 我去我自己有去 是 我現在舉出來就那個啊 衛生紙看到沒 咖啡看到沒 我不要講哪個牌子 幫我們打 打知名度 這個是農會生產的嗎 第二點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這不是嘛 你不敢回答我問題啊 你這就只是三倍券加農油券嗎 剛才委員有提到說那個帶動的效益 那我跟委員報告 第二點就是說 這些農油券真的是有誇區 甚至於有去兩日的 跨區就是到新北 我到新北就可以啦 到處都有農會的超市啊 兩日的也佔了這個 我看過了喔 46.37 這個資料是你們給的 用在休閒農場的飲食問票 就一成 九成在農會超市的消費 所以我還是必須要質疑 我們的如果仔細看 你根本沒有照顧到農民 你可能照顧到農會超市有啦 所以我要麻煩再來使用的部分 要確定用到農民身上 不要讓我們覺得你只是在消化預算 亂花錢 絕對沒有 我就是要用這個來警惕你們下一階段 要好好的用錢 好 謝謝 好 謝謝 再來我們請登記第十位 劉建國委員諮詢 謝主席 有請主記長還有衛務部次長 請主主記長跟薛次長 這個針對衛務部的預算案中 有一筆是因應疫情變化 辦理相關防治工作所需經費共計五十二億 那這筆經費究竟是做什麼用途 可以簡單敘述一下嗎 這一筆預算 基本上是如果 因為疫情的變化 而前面的各個手邊的預算 已經不足的時候 我們會拿來用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因為疫情的變化 還有這些藥品 疫苗的研發 事實上是不確定的 如果說 已經有 突然有這樣子的新藥出來 那我們可能就需要動這一筆預算去購買 所以是因疫情的變化 是 的總toto 是 全部換了 防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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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們陳部長講說 這是購買疫苗的經費 購買疫苗是其中的一個可能性 因為疫苗當時 可能性 因為當時 我們有編了 但是你們在疾管署 你們又編了一百三十五億了啊 對 一百三十五億 二十億是在鼓勵廠商 去進入這個人物試驗 那一百一十五億是準備要購買疫苗 但是當時在估計的時候 是用一千五百萬人 然後每人一劑 但是現在所有的疫苗 在已經在進入臨床試驗的這個部分 都是要打兩劑 所以可能會不足 這也是我們考 那可能不足應該 你就是看到說再來追加預算 因為畢竟現在疫苗單價 所真正需要疫苗的數量 都還沒有在確定情況之下 你們早在疾管署就變了一百三十五億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又跑出一個五十二億 又說因為要購買疫苗 以備不值之需 那個只是一個可能 但是也許 疫苗沒有那麼貴 到時候沒有那麼貴 那但是其他的部分 比方說 這個檢疫的人數 到底是要打兩劑 還要加那些錢 還是疫苗沒有那麼貴 你現在說我聽不懂 那現在都很難說的 很難說的 你就一百三十五億在那裡了 你現在五十二億要做什麼 那不可能不夠 那不可能不夠 可能不夠 你到時候辦對家 因為總是你現在還沒有確定 一擠多少錢嘛 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打到兩擠 也要不確定嘛 這是 這是 目前已經做到的 所以你在疾管署 你已經變一百三十五億了 總是 到時候不夠 還辦對家 我相信為了國民的健康安全 你歡迎應該沒有 沒有一個人去反對嘛 但是你現在五十二億 他到底是要做什麼 這一定要說清楚啊 是 現在五十二億裡面 有可能會 會堵到這個情形 五十二億 有可能是藥品 因為我們藥品只有 編了七千多萬 萬一有一個 非常有效的藥品出來 那七千多萬是不夠的時候 那我們也是從這裡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彈性的使用 但是一定放在 防治上面 那主機長各部會可以這樣編喔 只要因應 疫情的作為 我們都可以原有在 如果購買疫苗 還是二十一區鹽化疫苗的 這樣的一個項目裡面 然後再另外再匡量一個 跟這個有相同性質的 這樣的一個預算 主機長都要同意喔 那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整個的工作 是防治的擺在第一 對 防治紓困振興嘛 這個不用再介紹了 可是防治擺在第一 是啊 防治擺在第一啊 對 對 這五十二一是屬於什麼經費 是防治的經費 那一百三十五億又屬於什麼經費 也是防治的經費 是嗎 這兩個項目如果是 使用的用途是一模一樣的話 那會不會有問題 他是通通在防治的科目裡面 只要一個防治一個大項裡面 反正它裡面要一三五五十二 另外再加個二十六都沒問題 只要叫做防治 那你說的喔 那你說的喔 那你說的 你如果這樣說 這樣就這樣變喔 各部會都可以比照這樣辦理喔 可是各部會 他那個不是防治費用 各部會如果有相關牽涉到 防治的費用 都可以做這樣處理喔 可是他不會 他的主管 防治費用只有衛福部嗎 其他的部會也有 對啊 那其他的部會 也可以比照衛福部 現在變的防治的費用喔 CDC 有義馬的研發 有購買義馬的費用 另外可以再變一個五十二億 也可以疫苗的購買喔 可以嗎 CDC是屬於衛福部 當然是可以用這個錢 其他部會 像經濟部交通部 主席長你回答我的問題 你別說去別啦 他不會有防治 他不會有那個疫苗的防治費 我是說 同樣的一筆預算裡面 你已經有編列的 這使用的用途 項目 非常清楚 你現在再另外編一筆 也跟原有編的 項目用途都一樣的情況之下 可以這樣處理嗎 那要看他 他那個是要做什麼用 好 那我就鼓勵各部會 只要有防治的經費 盡量比照 衛福部這樣來做處理 編列相關預算 主席長原則上都會同意 各部會有聽到啦齁 沒有聽到請舉手 通通聽到了 我們就一來做檢視啦齁 那第二件事情 我是覺得 以前變得清楚 比較好 對大家比較好 不要再說一種 其實這樣 以前你心裡 對大家 對大家 大家沒有利啦齁 那個 但是我們部長標示啦齁 台灣已經在9月18日 與新冠肺炎這個 疫苗全球取得機制 COVAS 簽約 10月初付訂金 並掛保證COVAS的政治力 干預不多 然後對於這個公平的分配有信心 所以我要在這邊就叫薛赤齁齁 我剛才其實有跟 衛環有要請到部長時間不夠啦齁 這沒關係啦齁 部長你載就回 出你載就回答我 如果不清楚 我是希望你住在那裡 趕緊做檢討齁齁 因為 這件事情 也跟經濟部有關係 因為 盡早有疫苗的這個 這個注射 對我們開啟這個國門 對台灣的經濟的付出 絕對有正向的幫助嘛齁 但是這個國際學者 這個宜泽克爾 宜曼劉在國際期刊上齁 特別公布COVAS的平台疫苗分配 他分三個階段齁 第一個階段 叫做減少過早死亡 優先分配給受到疫情衝擊 施打疫苗後可以降低 減少受命屬失的國家 第二階段 降低經濟社會嚴重危害 哒哒哒哒哒 第三階段 恢復到正常社會運作 終止社區傳播 呃 然後這個疫情較嚴重 內容應該 這場都清楚嗎 那個是學者的主張 這學者的主張 好 那但是 依照目前WHO傳出的規劃是 先按3%的人口接種疫苗 然後按照人口比例進行分配 直到所有國家的 有20%的人 人口接種疫苗 這個是WHO 公布特 是 他們的一個 依照台灣 已經準備要跟這個平台簽約了 那要簽嗎 對不對 10月 10月要下定金 如果依照這個學者 我們會分配在第幾個階段 我們有掌握嗎 那個學者的分配方式的話 是他的主張 但是事實上COVEX 並不是按照他的方式去分配 不能依照什麼方式 市長可以簡單講嗎 對 依照的就是 第一個就是人口 人口 人口數嘛 人口數台灣 當然我們 當然我們 我們有 有說 我們在簽約的時候有說 我們預測 我們自己想要的多少的量 比如說是100萬人 的 不是 市長 不管我們講出多少量 但是如果說依照你講的 WHO是依照 人口數 是 那我們會排在什麼時候 那就是 大家平均會分啊 是平均嗎 對啊 你3%就3% 你看多少人口就是3%給你了 但是要看他所有的量啊 所以你WHO第一次 我們拿得到嗎 應該是拿得到啦 第一個說 他出來的 因為你這位可以施打 跟六位可以施打 這差半年 這其實相關的部份 就要準備應用了嘛 是 對不對 這不一樣 這當然裡面還有一些問題 比方說冷藏的這些問題 但是 但是就是說 如果他 COVEX先拿到的疫苗 是我們准許來使用的 那他就是 我們就會選擇嘛 選擇之後的話 他就按照 這一些 已經加入的 齁這些國家 依他人口去做分配 這個 這個平台 是幾個 成員組成的 市長你知道吧 他有一個 齁 就是說加入的 就是要出錢的啦 齁 另外一個 一方面是疫苗的廠商 他選擇的 哪幾類的疫苗 這邊我看到是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嘛 對不對齁 還有這個GAVI 就是那個 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嘛 另外一個叫做 預防創新聯盟 叫做CP CPI 共同領導嘛 對 所以市長你可能要特別跟部長提醒 甚至也跟院長提醒 我們因為 當時WHO給我們錯誤訊息 我們沒有聽進去 台灣才免於這樣受到疫情 傷到最嚴重的這樣一個傷害喔 是 那現在這個平台 要買這個疫苗平台裡面 一樣有WHO喔 那部長現在對國人講說 這一個 應該不會受到政治力的干預喔 他的確是跟 WHO稍微有點區隔啦 齁他並不是說直接附屬在WHO 到底下的一個組織 但是WHO參與在其中喔 是 是有參與在其中 那部長 陳部長講說 不受政治力的干預喔 應該是會比較少啦 沒有啦 那不通通是不聽WHO為 我們這裡可以把疫情 防治做得好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不想過頭相信 這個有 這個平台裡面有一個WHO 反而誤了我們整個 經濟復甦開放國門的契機喔 不過跟委員報告 我們不會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樣這一個籃子 所以我們國內的疫苗廠商的研發還是持續 如果他研發出來 我們還是會跟國內的國產的去買 那另外跟國外的一些疫苗廠商 還在開發當中 單獨去洽談 這個也是在進行當中 好啦 我只是善意的提醒啦 是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劉建國委員 再來我們請黃士傑委員質詢 我們請 再按一下 有了 好 我們是不是請衛福部跟交通部 謝謝 請衛福部學次長 交通部陳次長 委員好 市長好 我想先請教一下 我們目前對於疫情 專業的評估 國內的情形上升穩定 所以我們目前 首要工作就是把 邊境管控好 這樣情形底下 國內的疫情就是穩定 但是我們對於 國際的疫情到什麼時候 可以有一個 可以讓我們足以 這個適度的來減緩 對邊境的控制的 這樣疫情的判斷 你們目前有什麼看法嗎 以目前來看的話 似乎還不是很樂觀 比方說歐洲 他的這個確診的數 每天的確診數 已經超過第一波了 那印度的東南 東亞的這一邊的話 也仍然是芳心慰哀 所以我們目前對這個疫情的控制 國際的疫情 給我一個大概的時間 還是沒辦法給時間 這沒辦法啦 沒辦法給時間 疫苗的開發也沒有時間表 因為疫苗開發都還沒有進入到 可以上市使用的階段 所以國際上目前這也是問號嘛 對不對 對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現在的邊控 可以說是不定期 甚至遙遙無期嘛 會做這樣的結論嗎 仍然還是需要援防 不過這個中間的話 當然有一些比方說外交或商務的部分的話 但是在很小限度嘛 我現在談的是比較大的 就是說一般旅客的部分 大概是沒有辦法嘛 對目前 所以遙遙無期嘛 到這個預算 現在變到明年的六月嘛 對不對 是 到明年六月前 其實也不一定能夠 就可以有樂觀的評估嗎 還是沒有辦法嗎 那要看疫苗的進度啦 OK 那所以我就問你說 疫苗進度 你大概認為什麼時候 疫苗進度 其實全世界都在努力當中啦 那以比較樂觀的幾個人體試驗來看的話 大概他們人體試驗結束到可以提供疫苗 那有些是聲稱說今年年底就可以上市可以提供 所以我們認為年底有可能嗎 大部分都會抓在明年的第二季 明年第二季嘛 也就是我們現在編到這個六月為止的這個情緒 好那我再請教我們交通部齁 所以從這個狀況來看齁 我們應該對於這個邊境的管理 就是我們國際的旅客 應該到明年的第二季之前 應該都是沒有辦法做開放嘛對不對 甚至就算疫苗上市到明年第二季之前 應該也沒辦法做國內大規模的施打 因為生產還要時間嘛 所以應該我們對於這個機場 對於這個國際旅客的部分的評估 現在應該通過剛剛討論已經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嘛 是不是 我們遇估的這個期間應該要拉得很長嘛 那我們現在來比較一下 這個國內的部分齁 特別是關於錄運的業者齁 這個螢幕上顯示你們的這個紓困的方案項目齁 相當的充足 那因為國內的疫情穩定的關係齁 所以呢 目前齁 我們的這個 國內的這個 呃 運輸業經濟的復甦齁 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所以我看你們現在新編列的齁 呃 這個是1.0嗎 2.0 2.0 3.0編列的部分 其實這些大部分都沒有延續嘛 是不是 呃 我們的齁這個紓困的方案 是會隨著疫情跟經濟的發展的變化 來做調整嘛 是不是 是會來做相當運動健康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齁齁 好 那我們就看到我們剛剛談到齁 機場齁到現在 8月份整個月齁是10.3萬 齁 但是疫情前平均一天齁 齁就是13萬左右齁 這個差的超過這個不止10倍齁 齁 是非常非常多齁 那以這樣的情形來看齁 齁所以呢 我們有非常多的這個機場周邊的業者 特別是以客 國際客運為主的 齁 他們的工作齁 特別是員工的部分 因為業務要下降嘛 公司一定會叫你 這個 減薪啊 減班啊 齁 甚至這個 這個 這個 裁員啦 齁這一些 齁情形你們有沒有聽到 呃 這邊我們是有一些掌握 也有了解到相關的這個業者 對於減薪啦 或者是 放無薪假的這部分 我們是有掌握 那你們要怎麼應應呢 因為我看起來到目前 你們現在新編的這個預算裡面齁 你們自己今天的報告 齁 齁 我們看這個 以國際客人為主的觀光產業 從業人員齁 你們編了57萬 57億耶 是你們總共91億的超過半數 在觀光這一邊 齁 齁 但是你對於機場 你只放了齁 齁這個商業服務齁 齁 商業服務設施業 跟空俗業齁 齁的員工薪資補貼 齁 還有營運資金的補貼 那其他的業者 我們整個機場的營運 客運相關的 不是只有這兩個啊 還有其他非常多的相關行業 齁 他們的員工薪資的補貼有嗎 齁 你們在紓困貸款這一方面有做了齁 齁 那也有但書說 要優先來付學員工的薪資 可是對於我剛剛講的這些 齁 齁 我沒有給你裁員啦 我只是叫你減班 我只是叫你減薪 齁 或是這一些的部分 你們有因應的對策嗎 呃 跟委員報告 呃 這裡頭其實從紓困1.0 2.0 到3.0 對剛才委員特別提到的 航空業啊 除了剛才講的那個機場服務設施的 那些薪資補貼以外 其實對於航空業啦 或機場 我們其實是採用 呃相關呃降落費啦 或者是呃 使用費啊 租金的一個補貼的方式來做 那另外也有貸款的一個 呃信用保證 對啦我簡單講就是說 你請大家可以去貸款 貸款就是借錢嘛 借借款度日 那我們有相關的利息補貼啦 那你利息補貼沒有錯 但是這個將來 他貸款的本金還是要還嘛 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 不是真正的補貼嘛 第二個是說 你剛剛講到 提到這些營運的費用 包含降落費這一些 齁 場地使用費 權利金 齁 這一些是補給企業的 可是他跟員工 跟我們勞工 整個服務提供的團隊 的這個工作權 有沒有連結 我看起來是沒有啊 齁 所以現在 問題就在這邊 我們那時候打出來口號說 如果我們政府挺企業 企業就挺勞工 對不對 那這個裡面是有相關的法制的機制嘛 但是在我們交通部所主管的 齁 這一些 尤其是 這一個區塊可以說是啊 到目前為止 可以說 受害 一開始就最嚴重 到現在看不到鏡頭的曙光 齁 齁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一個完整的 齁 對於這一個相關的行業 的一個 而且這個是對我們國家非常重要 齁 我們一直在推展國際的觀光旅遊 而且我們台灣 海島國家 對於國際外來接軌 這個航空業是我們不可或缺的 齁 一個必要的 重要的 跟國門連接的項目 那為什麼我們對於這個 都沒有一個完整的 齁 還要經過不斷的陳情 齁 不斷的這個 這個表達意見 然後你們才勉強 放一兩個行業進來 這個裡面到底有什麼問題 呃我想 呃委員應該不是這樣的 我們是其實是整個看 呃整個航空產業上 它所受到的一個衝擊 齁 那剛才也特別提到 呃目前來講 真正有做到 呃大家比較 呃想像中的所謂的 呃薪資的一個補貼的那部分 是真正受到這個疫情 呃因為 呃儘管的 呃關係 呃真的 呃國外旅客進不來的 那一個行業 來做一個 那其他的 其實呃剛才有特別提到的 相關的租金啊 使用費啦 或者是 呃信用貸款啊 呃利息補貼啊 其實是一個 通盤的一個 在做 對於航空業的一個處理 是 對但是你還是複數 你原來要做的嘛 你們可不可以有一個比較完整 因為我們最重要的重點是 不希望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桃園機場 為什麼每年都可以增長這麼多 除了我們整個 國家競爭力的增加之外 這一些服務人員 這個服務的團隊 包含最集成的這些勞工 他們是最大的功 這個很很重要的這個 我們不能讓這個團隊來散掉 好 所以我希望說你們再檢討一下 好 因為你們既然這次編 而且你們還有一個問題 你們只編到 你們的預算其實編到年底 呃整體來講是配合 你們只編到年底 那萬一年底過了之後 疫情還沒有恢復 那這些相關的補貼 你要怎麼辦 你已經有編就已經補夠了 那未來的情形呢 所以我認為說其實你們要趕快齁 在這個相關的部分要再加強啊 不然的話 到了年底之後 又要再辦追加嗎 好 還有不足的部分 希望你們回去再檢討好不好 好 我們來做一個通販的檢討 好 謝謝 黃世傑委員 下一位請郭國文委員質詢 主席有請主記長 經濟部次長 請主主記長跟曾次長 衛福部次長 還有農委會副主委 謝謝 衛福部薛次長 農委會陳副主委 主委長你好 主委長 我先請教一下主委長 那個在這一次的這一個紓困的這一個 這一個3.0的預算當中 那我的助理現在算一算 大概是不是已經有六成的部分 依照原先紓困2.0的計畫 已經算是已經執行了對不對 對 就已緩即即已經大約佔六成嘛 那真正的預算的部分大概是佔約四成左右嘛 那本期直接了當地請教那個主委長齁 主委長 是的 依照這種狀況的話 我們還是依照國內的這個疫情狀況 雖然有穩當的控制 但是因為邊際管理的狀況 還有一些因素的原因 有一些收益產業 還有一些是受困產業 倘若如果受困產業一直持續進行的話 那還有沒有可能紓困4.0的產生 那個我們就目前的情況之下 我們 這個要看疫情的發展 就目前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以這一些經費 來做防治紓困振興 那如果真的 有必要的時候 我們會滾動檢討 對有必要的時候 也有可能還會4.0嘛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牽扯到說 日後的情勢發展其實很難預測 但是本席要是做一個適當的提醒 就是說 如果倘若我們看 這一次所提出來的預算內容當中 你看經濟部 企業津貼的這個補貼 除了振興三倍券之外 你看衛福部的部分 或者是交通部的部分 很多都是屬於補貼的部分 甚至是包括教育部的部分 勞動部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補貼 補貼基本上就是一個紓困的措施嘛 就是說它佔了太多的比例 是在紓困 而院長當初啊 面對這一波疫情的時候 是有三支箭的 第一件是防疫 第二支呢 是什麼 是紓困 第三個是什麼 我們好像忘記了 第三個是振興啊 振興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啊 所以說主席長 如果將來還有4.0的版本 本席在這邊提醒你一下 最好提醒各部要從 振興的角度來做思考 接下來我請教一下 經濟部的次長 次長 次長 貴部在執行這個 當初在執行這個 所謂的coupon券的時候 就很想要透過政策 去改變消費習慣 想要透過這種方式來推廣電子支付 但是呢 在那邊折騰了老半天 後來還是變成三倍券 弄成三倍券之後呢 真正拿到實體的三倍券大概超過九成 會使用支付的大概只有八點幾person 本席的意思是說呢 當你的數位環境 如果還沒有打造完成的情況底下 消費習近沒有改變的情況底下 你很難用政策的一個方式 預算的貼圖的方式來改變它的消費行為 真正的關鍵性的原因 還是來自於說 要導造一個比較好的數位環境 次長你有沒有認同 我們到前面一頁 是一個好的行政支付的環境沒有錯 對 但是數位環境當中 我本席看到你現在 貴部所提供出來的這個內容當中 老實講 都沒有數位經濟的一個考量 之前 在國發會的時候 你去看一看 國發會當初有提出的七十件 這七十件當中 跟貴部有相關的 大概有四個 那基本上不論是數據 發展臨接觸產業 還有其他的一個資料串連 還有包括所謂的數位貨幣 都是一個數位經濟的概念 部長 市長 像這種情況底下 在貴部都沒有做這樣子 先前的一個部署 都只有停留在紓困的作用而已 你不覺得這樣有所可惜嗎 委員 我應該您看到 像數位經濟裡面 比方說導入財經濟 或零接觸產業 這些其實 這一段時間的發展 速度算是快的啦 這一個部分 但是您提到只有一個事情 就是支付的工具 不只啦 就是這一個事情 不只啦 支付的工具 支付的工具是在你在政策 運用工具上沒有辦法 落實的一個困境 所以在你的困境的同時 你應該思考到環境一個打造的問題 我看得到你的預算的部分 唯一跟研發有關係的也是在補助的部分 這個補助的部分 也是在補助這些人才的流用而已 接下來在貴部底下 最重要主導整個產業科研的工研院當中 他所做的這個預算內容是什麼 快篩試劑 呼吸器的一個開發的預算 其他的數位經濟 都是說我都沒看的 市長 有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應該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這個是 我們是這個紓困的 紓困的狀態裡面 你們就一直停留在紓困的內容 紓困的思考 特別預算 他不應該只有紓困的思考 本習在做一個慎重的一個提醒 你再看一看其他的國家好了 數位經濟這一塊 你看看其他的國家 我們在國貿之間的一個重要的對手 你看一看 本習提供一個貴部做參考 韓國的部分 在第三次追加預算的時候 0.88兆的台幣當中 有0.12兆的台幣 佔了13.6%做數位研發 日本的部分 0.47兆的台幣當中 造了0.07 有14.9% 新加坡的部分 1.98兆的時候 有0.7台幣 這都是我們未來的對手 人家的紓困預算的配置是如此 但是貴部的紓困預算是怎麼配置的 那個市長 我純粹是站在一個建議的角度 你回去做參考一下 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那個衛福部 學長你好 學長 那個本習其實齁 在這個六月間的時候 跟旅遊業者齁 來做一些面對面的接洽 就會玩旅遊泡泡的問題 當初呢 很多業者都直接了張的講 就是說只要蘇貫階段一結束 他們旅遊業就倒閉了 看起來聽起來 這好像是交通部的業務 但是事實上跟你業務有息息相關 因為所有的這些泡泡 能不能解除 或者能不能通過 其實都在貴單位 那最近齁 在那個 我們在聯合國的部分 在國外的部分 有做一些外交泡泡的部分 這外交泡泡的部分齁 部長就提到說 這些呢 要花費大量的人力跟物力啊 旅遊還要再等一等 但是在我們的邦交國 我帛琉的總統 聯盟節的時候 在聯合國的時候有提過齁 他們那邊沒有一起 然後我們這邊也控制得很好 他就提出要用一個經濟泡泡 也就是所謂的旅遊泡泡 這個概念上齁 外交部一定要積極地去評估了 我比較貴部的看法如何 這可以來做評估啦 那因為柏柳其實他也是 他的控制還算不錯啊 控制得不錯 那評估大概評估多久 能不能給一個消息 因為現階段早上 你有沒有看報紙 現在偽出國的這個風潮已經下降了 是 偽出國的風潮已經下降了 這些航空業子齁 比沒薄了啦 比沒薄了 受困產業一樣會一直受困 受益產業一樣會一直受益 是 所以說你在針對受困產業 如果沒有根本性的解決的話 這預算是不能改過了 改過了 市長 麻煩回去儘速評估好不好 好 我們會跟交通部一起來 對 麻煩儘速評估 能不能再轉型資料 兩個禮拜給本席一個答案好不好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陳副主委 副主委 副主委 那個 你這個農油券齁 聽起來齁 利益良好 是 但是事實上你執行的結果齁 到時候都會農會買東西 其實這農油券齁 某個程度已經變成農購券 這不是賣 整期你就嫁娃就消耗清楚 你就要農購 你就不要說你農油 買農產品也不是不好的事情啊 不是嗎 是啊 你何必名不虎實讓人家供給呢 對不對 副主委 另外一部分 你這次拿出來有算 有鼓勵遠洋漁業這些外銷 是 但是 本席要慎重提醒你啊 是 現階段 我們的農油漁喔 價值不好耶 我知道 啊你們的官員隊 也沒有解決問題啊 是 地方是 要賣給我 是 是 你要出一個時間 要去看看一下 麻煩你如果主委提醒一下 這非常重要 非常關鍵 不要看遠遠 沒有看到我們的養殖業 是 謝謝 謝謝 現在宣布喔 我們現在發放便當 我們中午就不休息 一邊 大家找機會用餐啦 齁 那如果需要 這個洗手的 這個 練習人員喔 找自己空檔的時間 來 自己 到外面的廁所去洗手 那現在我們繼續進行喔 中午就不休息 下一位諮詢委員 陳庭妃委員 謝謝齁 我們請衛福部 教育部 還有財政部 還有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我們現在請衛部薛次長 教育部林次長 交通部陳次長 還有財政部蘇部長 委員好 呃 大家好齁 我想齁 有一個問題 因為有媒體提出來說 我們的紓困振興方案 特別預算 基本上在執行率 衛福部是百分之六十七 教育部是百分之三十一 財政部是百分之五十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是百分之六十五 然後橫斗大標題說 四個部會紓困 預算執行率非常的低 低於平均值的七成 來我們希望大家解釋一下 好 跟委員報告齁 在之前的齁 呃 原來的編列 跟第一次追加預算時候 那衛福部這邊是編了三百六十七億 但是到今年的九月二十四的時候 那累積分配是三百四十九億 而已經執行了兩百八十三億 齁 那佔這個預算數是七七 呃 那累積分配數的話 就已經達到八十一 而且這中間我們還有二十六億是 已經答應要給人家 但是程序 那我們醫護人員他的一些福利呢 我想醫護人員的福利 往往都被我們所有的 呃 醫界做最大的批評 就是說 我們說的很偉大 但是實質拿到的卻是不 不如他們預期的 那這個區塊呢 這部分大部分都已經發出去了 都已經完成了 都沒有問題了 所以當時候所謂執行率低 衛福部的執行率低 有可能是在這個區塊 但現在都已經完成了就對了 那個醫事人員的今天部分 其實執行已經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了 今天已經維持 已經執行百分之九十 所以當時候 媒體所報導出來的那個部分 可能我們在所有醫界 今天並沒有完成 我們原本的預期數 那是 那是在 程序上面 程序上 還在進行當中 但是現在九月二十四的時候 已經達到九成了 好我們希望啊 因為 衛福部真的是在這一次 我們防疫的重頭戲 都在我們的衛福部 醫護人員大家都很辛苦 我們不要因為說 我們明明編了特別預算 要去協助他們 要去嘉獎他們 要去感謝他們 可是 卻感受不到 反而是預算放在那邊 好像看得到吃不到 好這個部分 拜託為父 這樣我們的三點零 不要再發生這個事情了 好那我們的教育部 百分之三十一 市長 陳委員報告一下 有關教育部的預算的部分 第一個的部分是 當時 當時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教育部先從公務預算 大概五億多先移緩即 來去做一個處理 那教育部的這個特別預算 是在第一次最佳預算的時候 才有這個經費 所以那個原來的兵的是沒有 是從第一次追加 你們 你們教育部這個部分 在我們的特別預算 你們最主要是要做什麼 我們主要是一個是運動產業 的一個紓困 那另外的話 就是有那個社區大學 跟留學服務業的紓困 是啊 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 馬上就進行的 是的 這是學生的權益 是的 那我們的了解 包含運動產業的部分 他同時也有跟登記有案的 這樣子的一個產業 所以大概有一些的產業的部分 他就跟經濟部這邊去做一個申請 所以跟我們體育署這邊申請的部分 大概就相對是比較低 那至於這個的部分的話 一方面 我們也在這個編列這個追加預算2.0的時候 大概考量到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我們大概這一次2.0的部分 大概只有編4.5億 所以我們把它減少了 就是說在這次3.0的部分 我們是把它減少 對 另外呢 有減少因為執行的狀態 在2.0還有剩 應該是這麼說嗎 1.0的時候有點剩 但是我們會配合整個院的政策的部分 列為這個準備數 做公計基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預算的一個調整 所以整個目前的執行率 應該到達8成多了 所以我們有做一些調整 就是說把我們沒有執行出去的 我們移到更需要的一個區塊 像工具基的區塊 去做一個協助 我覺得因為特別預算既然編了 又要現在談論到3.0 我們要把每一分錢都花在掏口上 那財政部 部長 百分之五十的部分 跟委員報告 我們主要是編類的 是要補助 工藝彩券經銷商的紓困跟補貼 那後來因為我們疫情控制的而已 所以對彩券的銷售影響比較小 那同時也跟委員報告 因為銷售穩定 然後那個台彩公司在端午節的時候又加碼 所以促銷 所以讓那個彩券的銷售能夠作效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所以這筆錢我們幾乎是不用在 大概1.7億而已 我們只用到1.7億 那其他沒有用出去的呢 那現在呢 我們有一部分用作這個所謂 比如說跟我們有關的財政部主管的 這個所謂酒類銷售的經銷商的 這個所謂的 那如果沒有用完的 是有一些小店鋪 有些小店家 有需要我們來協助的地方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用這樣子的一個 財政部相關的預算書 所謂的小兒貸款啊等等 沒有跟委員報告 就是如果我們沒有用完的 就總住那邊就去 統籌移用到其他的 有主計再去做統籌 是這樣嗎 有主計再去做 這個挪用 看哪一個部會已經over了 像經濟部不夠啊 經濟部的紓困2.0 本來大家拍拍手好高興 結果到最後 哇 太多了 申請的案子太多了 臨時喊咖 結果臨時喊咖 結果臨時喊咖 後面那一段呢 後面那一段早就已經提出申請案了 結果臨時喊咖 所以我們編的預算 如果執行沒有完 然後還有交通部 所以這個主計總部這邊做統籌 交通部的觀光旅遊補助 這個也是很重要啊 這個應該是特別條例裡面有規範啦 他可以做 那我就覺得奇怪 我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65% 到底我們問題是出在哪裡 我們是哪一個區塊沒有用到 不是委員 我們是負責科技防疫的部分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報紙所引用是到6月底的資訊 那我們現在目前的資訊 我們資訊率是到82.72%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包括各種防疫手機 然後服務平台的建置費用 還有各種所謂的居家隔離解藝等 定位追蹤的這些 對啊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些重要的關鍵 科技防疫在我們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怎麼會我們的 這個執行率被評估是不到7成 我們是搭配那個CDC的需求 是啊 所以說 你們是重要的關鍵 對我們先做 因為我們是多說先做 然後電信公司因為簽約比較慢 所以是 完了付款的部分就對了 對反付款而已 所以我們希望2.0的部分 如果要做一個調整 我們希望要趕快做調整 3.0我們每一筆錢都要花在刀口上 謝謝 謝謝 再來我們請林俊憲委員諮詢 謝主席 本時邀請我們主計處的 朱祖祭長 還有我們交通部的 陳次長 請朱祖祭長跟陳次長 我們安心旅遊的國旅 接下來怎麼辦 10月會沒有錢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有關那個安心旅遊的部分 我們會先從交通部 相關的這個預算裡頭做以緩計 我想讓主計長了解一下 在這次整個的 武漢肺炎疫情期間的振興紓困 賭光業其實受傷很慘重 但是賭光業都沒有紓困的錢 他只有編贈新的錢 對吧 啊贈新的錢 也沒有花到特別預算的錢 雖無都花光光基金的錢 這你應該也清楚吧 就是說你特別預算 你編幾千億 光光業沒有紓困 那科目上只有正新 大概50多億 50幾億 全部都花觀光基金的錢 觀光基金去年底大概還有100多億 好像還有110幾億 到現在 預估到今年底會只剩下7000多萬 整個觀光基金開了 全部都花光 現在我們有一個安心旅遊 安心旅遊到9月底 大概已經沒有錢了 變成10月 我現在請教一下那個次長 那10月目前有申請 補助安心旅遊的補助多少 相關的 我們持續在 我們問他聽說20億 現在大概有20億 送件在申請中 那如果這樣的話 形同你覺得缺口 缺口20億 這個缺口我剛才有特別提到過 我們會先從交通部相關的預算 或者基金裡 那我再問你 觀光基金他成立 有沒有他成立的一個目的 他要執行的本業 當然有 當然有嘛 你觀光基金開了之後 你原來他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政府在這次的紓困 振興 他觀光基金就全部丟給 交通部自己買單 你就叫觀光基金拿出來開 我想可能主席長你有注意到 他還有100多億 來主席長有開了 開到大大了 那觀光產業有沒有復甦 看起來這個疫情 未來不知道會如何 但相關的數據 你看旅行社有多一堆 旅行社今年 今年前8月底 大概就比去年倒的還要多 路線持續的倒閉中 然後旅館還有民宿 今年已經倒閉差不多350家 今年前8月都比去年多了 所以目前政府的一些刺激方案 未來觀光一定還是需要 那你未來的紓困3.0怎麼辦 主席長 你還要觀光基金沒錢 跟委員報告一下 目前交通部是有在 是有在那個 檢討到 他現有的預算裡面 如何後來支援到 那未來的話 他我們會檢討說 應該怎麼處理 我們願... 你原本的紓困1.0、2.0 就是因為你看到觀光基金有錢 叫他先自己開嘛 這個合理啦 你在關錢 反正觀光基金擺在哪裡 你看到也會眼紅 先開一開 你開之後沒有啦 我是覺得你10月的那個 收多少錢 7、80億喔 今年都收到10億 6、70億都有 當然看人數嘛 但是 今年好像只收不到5千萬了 可以想像那個基金的收入 今年也沒有出入境啊 紀錠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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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你那也是 買賣包主 Sinne 你也可以調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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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賬 現在是會用紓衛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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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主席好 本席想邀请主记长 跟财政部部长 请朱主记长跟苏部长 委员好 两位财主单位 主记长 在前几天发生了 在预算里头说 有52结果你说是5.2亿 结果是真的也有5.2亿 然后也真的有一条52亿 在卫福部 那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个是预算书上 是有那笔钱 可是那个是有人在把那个 把那个表格贴错栏位 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金额贴错栏位 你弄的麦克风好吗 金额贴错栏位 所以也是有5.2亿 也是有52亿嘛 对 现在理清楚了吗 对没错 52亿做什么用 52亿是说怕疫情的发展 原来不在我们预控的范围内 对嘛 所以也的确是弹性有52亿嘛 所以我主记长在这边 我要问财政部长 那你那边有弹性多少 我这边只有负责愁错栠猜财员 你愁错裁猜元 是 那 那卫福部比较大 卫福部有52亿啊 租主记长都知道啊 那你财政部呢 因为你很重要啊 接下来的纾困后面都是你啊 你要知道财政部的责任就是 稲 사람�财员 所以分配的部分 不在我的那个 那基本上各个部会怎么编 我问你还没有撕口袋啊 我這邊沒有所謂屍口袋 你沒有屍口袋 我們也希望 因為錢都是人民的納稅錢 那很重要 所有的錢必須要經過你財政部這邊 然後主記長當審核 所以剛好有這個例子 那我們也希望 預算的項目數字 都能夠讓民眾來了解 所以實際上我們繼續來說明今天 109年2月25日三讀通過的 這個肺炎的特別條例呢 那原本第一時間發生 我們就立即要求 雖然是在野黨仍舊需要協助民眾 所以直接要求編列特別預算600億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又陸續的增加1500億 以及這一次的2100億 我們希望能夠幫助 能夠幫助所有的產業以及民眾 去度過這個難關 這是大家必須共體實踐 所以因此本席在這邊要請教 那這個主記長 你這個編列細項 所以在這個單位來 那個蘇部長你請回座 那經濟部 經濟部派誰來啊 王部長在我們經濟委員會 好 次長 那所以經濟部呢 本席要請教喔 在原先開始所謂的三倍券 那本席一直在經濟部說 那個經濟委員會說 你那個紙本很重要 因為我們最迫切 主記長你聽一下喔 最迫切需要的是什麼 是小攤販 對不對 那那小攤販怎麼用支付呢 所以沒辦法 那你們硬要編 沒關係 我們也希望能夠推動 但是我看到 我覺得我們在錢的運用上面 不能欺負老百姓 必須要立足點上面的一個公平 因為在三倍券裡頭 有所謂的宣廣廣宣經費 1.29億 主記長你聽喔 1.29億 結果當天三倍券第一天 就馬上有240萬人 去領這個三倍券 結果在當天10點05分 經濟部立即 立即又宣布 請大家慢慢領 玩鳥領 玩鳥券 搭配支付 能夠有加碼 主記長 我們編列的廣宣預算 可以這樣子做嗎 那你等於是不是經濟部 你處分 你處分 找領的人 你怎麼宣傳一個 處分找領的人 怎麼可以如此呢 那個我跟委員說明一下啦 這一個部分的加碼是由廠商提供的加碼 不是政府拿1.29億 政府如果1.29億要加碼也不夠 阿龍一婷你要聽懂本席在說什麼 本席說的是 你叫人家第一天開始 人家240萬人去領 結果你到晚上10點05分 才說要加碼 加碼不管是誰加碼 但是你用這個宣傳費用 是主記長你這邊出來的費用 本席要跟你討論的 廣宣費用不能如此 倒著走 你等於懲罰早先領的人 那我真的在跟你說 因為像這些Event有很多是廠商主動提供 來跟進一步配合啦 本席再告訴你 立足點的公平 編列廣宣預算不是去懲罰 不是去懲罰嘛 不是去懲罰第一天領的240萬人嘛 主記長 到現在搞不清楚 主記長 本席要跟你討論的 特別麻煩你站著聽的意思就是說 這麼大筆的預算 是我們全力支持 但是不能再度的欺負老百姓 主記長 所以接下來本席要再請教 台電公司 台電機有沒來 經濟部 本席要請教喔 在我們追加的預算 主記長在這邊 追加的預算109年度 上半年度特高壓的壓力 的這個電力呢 與去年同期增加3.3% 那麼跟目前整體的電量呢 成長1.17% 是成長的 那本席覺得很奇怪 所以 經濟部你們在這邊 請你 告訴你台電 以及你整體性的相關單位 你的數字我們看出來是增加的 這個邏輯很奇怪 我們現在在紓困 結果你的數字是增加的 那你們的能源政策到底是怎麼做 那跟委員說明喔 這個部分其實跟行業列別有關 我們在上半年度一直持續到八月 甚至九月上半 我們的電子業的那個整個生產量 其實是成長率非常非常高的 那相應的也帶動了用電量 那個是單部分嘛 多部分都在無心者嘛 所以本席 要請經濟部 你們針對於 未滾動的這個部分呢 要好好的去檢討 因為紓困的資源這很重要 要怎麼樣立足點去分配公平 這非常重要好不好 這第一個 所以本席要求的也就是要落實 產業的一個節能達到最高的效能 你拼命點頭 你既然贊成 你就要這麼去做 第三個本席要再提出 主席長 在我們的這個最佳預算裡頭 我們有標竿企業研發輔導預算 總共編列25億 這是本席全力支持 但是我們在裡面 不要外界說只有一張紙兩張紙 就要多少幾百億 本席不期望聽到這樣的聲音 這25億裡頭經濟部 你們到底廠商類別是什麼 完全沒有納入廠商的補助上限 以及你們研發輔導的騎乘 你們預期的效應 你們落實怎麼樣去 運用的方式 這些資訊通通都沒有 所有坊間說 我們只有看到好像有錢 但是不知道怎麼申請 到底怎麼回事 本席所說的這些內容都沒有 叫廠商要怎麼申請請教 跟委員說明 因為其實經濟部所推動的這些廠商輔導 它都有一些既有的框架在進行 不管是補助廠商的研發或是新的投資等等 那這一個部分如果要更細節的部分 我們可以請我們的技術處跟工業局跟委員做說明 市長這個很重要 我們在先前很多的廠商說 我們在先前很多的廠商說 看得到吃不到 本市非常不希望再聽到這樣的聲音 所以本市剛剛所說的 到底他們的上限 他們的內容 他們如何 請一定要資訊公開透明 讓民眾了解 知道你的25億 到底要怎麼申請 要怎麼樣花 讓他達到效能 市長 好 這一個部分我們會啦 包括資訊的公開這些相關工作 我們都會要求幕僚單位把他做 今天已經要審預算了 今天答詢 一名的召集人說兩天 今天答詢或者是 後天就要處理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還沒看到 本席要求 建樹公開透明 好不好 這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就要做啊 沒有問題的 還不做 讓民眾去不了解 這樣不好吧 對不對 我們一起加油 好不好 謝謝 好謝謝 再來我們請莊敬成委員直選 莊敬成委員 沒有啦 現在 那個 因為 你要由跟你後面順位的人 更換之後 才能夠再回來發言 那還沒有更換完畢嘛 所以先請莊敬成先質詢一下 好不好 好 來請莊敬成委員質詢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好謝謝主席 我們請那個 經濟部 請經濟部曾次長 市長好 委員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先前 其實還蠻 很多人在罵這個三倍券 但是不過勒 正正實施下去之後 效果好像還不錯啦 那罵的人也變少了啦 那反而是抱怨發太少的人變多啦 那上次院長報告也提到 這因為 國內疫情的穩定 再加上這個三倍券的這個助攻 那我們7月的這個營售額 達到3351億元 那終止疫情爆發以來 連續5個月的一個副成長 那百貨公司 量販店 業績都有成長 那根據這個經濟部的統計 不但這個零售業成長 那餐飲業的業績更好啦 那從7月是689億 那到8月更達到736億元 以超過去年同期的這個業績啦 那所以雖然我們在面臨這個 武漢肺炎的衝擊 那我國上半年的經濟成長率 還是在這個0.78 那是這個亞洲四小龍唯一的正成長 那8月的出口 更高達這個312億美元 創歷史新高啦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三倍券造成效益 它這個流通啊 跟回收的這個情況是如何 那目前對於是 這第四季我們台灣的經濟表現 預估是可以樂觀嗎 先跟委員回答 就是第四季目前 那個 對於接下來 就是下個月開始的一些經濟表現 其實 台灣目前的狀況 就是我們的製造業 因為 包含製造業出口的這一個部分 就是說像電子業的狀況 應該都還不錯 那國內的其實 有一定程度的付出 10月又有兩個連假 所以我們還是對於 接下來就是有關零售餐飲 在10月份 其實的表現 我們還是會覺得它是比較樂觀的 是 那三倍券流通跟這個回收情況如何 三倍券目前回收大概回收了四百多億回來 三百 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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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一十八億 四百億 那總共發出去多少 六 六百億左右 六百億左右 大概回收三分之二 六百億回收三分之二 對 OK 所以對第四季 對第四季 我跟委員長 就是整個對整個經濟的整體表現 目前還是比較偏 比較樂觀的 OK 好謝謝 那另外 針對這次這個編列 一百四十億元 這個補助電費的一個減免 那 那預估到九月它減免數可能會達到一百六十萬戶 總金額可能達到兩百六十八億元 那是真的有這麼多戶受到影響嗎 那大概佔營業用戶多少的一個比例 那另外就是說 根據這個主計處的這個估計 那今年 今年 四季的經濟成長率分別是2.2% 然後-0.58 2.01 及2.56 那整年可以達到這個1.56% 那內需還不錯了 那所以上半年的出口也轉為成長嘛 那科技業大幅的成長 不過很多傳統產業 它的衰退幅度其實也蠻大的 那另一方面就是台電的 受電量也沒有減少 上半年整體用電量成長大概1.17% 那 所以本期對受影響戶數跟補貼的金額 就有點感到疑惑 那可不可以請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就台電 我先 委員容我一點點時間報告一下 台電是直接去 勾擊那個 它的那個營業額下降的狀況 然後用 統邊下的所有的電號 整體來做齁 那現在總個減免 符合條件可以減免的戶數 有155萬戶 那總減免金額大概估算 因為這個要估算 那個大概是200億元左右 是200 200億 台電最新的估計是大約200億 可不可以靠近麥克風一點 最新的實際值是200億 200億是不是 對 另外 其實在 這個268億裡面 其實 目前已經編列了60億 對 那加上這次的140億 對 那還剩下68億 那這個是由台電自行負擔嗎 還是為什麼這個預算 他不把它編組 那因為台電負擔的話 台電他畢竟國營事業 他畢竟是一個獨立公司 那如果由他負擔 他 他會不會去影響到台電的營運效率 的效率 然後績效會影響到未來的電價 跟這個員工的績效的問題 那這個如果是政策性的 是不是政策的任務 是不是應該由公務的預算來做編列 那個跟委員報告 我們當然希望就是 就是事業單位的這部分 如果是因為公務的支出 然後公務預算 但是整個經費的調度 其實我們也是要配合整體的運用 那在台電這一個部分 剛剛已經跟您報告了 就是說我們現在實際 直到開始發生200億左右 是 所以 再超過的部分 我們會把它列入政治心的負擔 所以未來超過 會是編列公務預算 還是由台電提出 沒有就是我們這一次追加的預算 我們就是提了140億 然後再加上原來的 那不足額的部分 如果有 如果是比較少 那當然不會支出那麼多 如果比較多 會由台電來吸收 對 這是如果比較多 會有 多餘就是 補助的費用 紓困的這個補助的費用 如果多餘200億 會由台電來吸收 多餘200億 不會再編公務預算 對 不會再編公務預算 對 就是這一階的 這一階段的 這整個預算 對 這一階段 對 OK OK 那這樣會不會你們有沒有評估過 如果真的超過 會不會影響到 台電的一些 績效 甚至說未來的電費 台電的績效 因為像類似這種 政策性的負擔 我們會另外 獨立來計算 另外給補助就對了 OK 另外在財政部 財政部 財政部 請訴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這段期間 其實大家收到很多民眾 中小企業陳情 如何辦理這個紓困 那通常會推薦找這個 官股銀行 那從這個 統計上看來也確實如此 那例如說 我們這個 紓困貸款四到六個月 總額大概5276億元 那公股銀行就佔了86% 那民營的銀行才14% 那核貸率方面 公股銀行是94.6% 民營是83.6% 也高了11% 那所以業務的增加也代表 這基層員工的工作量 的增加 那媒體報導 加班的情況很多 那我們請部長 是否能督導各公股銀行 這是務必要符合這個 勞基法的一個規定 我想這個我們一定會 會請各公股銀行 對那對於最辛苦的基層員工 這些該休的假 該給的加班費 一定要給這沒有問題吧 這個部分 因為國雲的三家 台土書 這三家因為他要編預算 那但是他可以 事後再 他有一個用人費力的部分 那麼其他公股行庫的部分 就是公股民化的部分 因為各公司基本上他們都有 他的 他可以編的 是 但這個財政部也要稍微盯緊一點 是 那另外就其次 就是因為紓困 畢竟他是一個政策貸款 那條件也比較寬鬆 那非常時期的 非常做法 但是未來可能反映在 銀行的經營的績效上 萬一這個疫情持續更久 那有沒有可能這個呆帳就會增加 那畢竟很多公股銀行其實也是上市公司 也有一個民間的股東 所以公司也需要對於其他股東跟員工交代 那這部分 是不是 就是 財政部這邊應該是不是要跟這個 金管會做一下超前部署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都有一族注意到這個公股行庫 他們 因為紓困貸款 他的這個所謂呆帳率的情況 那目前是稍微微乎的上升 並沒有像想像那麼嚴重 但是基本上我們還是後續會注意 因為他們還是可以提這個被禮呆帳 作為未來衝銷的一個依據 還是要持續注意 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莊敬成委員 接下來請莊瑞雄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我們有請財政部蘇部長 請財政部蘇部長 委員好 補丁新扣 有幾個問題來救教 就是說這一波的武安肺炎 那個 在全球這樣的一個肆虐 我看最嚴重的國家 美國巴西印度 那個加害的感染人數 那其實我問的重點是說 那各個國家為了防止這個疫情的一個擴散 都去創一些不得不採取封鎖邊境的措施 這就最嚴重的就是出口一定緊縮嘛 經濟上都會去停滯 那為了去減緩這個對經濟上的一個衝擊 我看全世界各國都推出好幾波的一個財政政策跟貨幣的措施來應應 那我想在這邊救教就是說 WTO它從520去發佈那個前瞻指標商品的貿易情依表的指數 87.6 可以說是遠低於100的標準值 創造從105年推出以來一個最低值 所以它在預測2020的商品貿易量恐下滑13到32% 所以每一個國家那些國家都採取緊急有效的政策 不然大家都怕說全球陷入這個衰退 你去看美國跟日本這兩大的經濟體的表現 其實是很慘啦 相對台灣我們的防疫成績算不錯 沒有人敢說贏我們 可以說是No.1 但問題是說 各國是否能夠領先反轉不陷入衰退 大家都在看說取決於有效的財政政策 所以我保重請你看一下 你去看 我們來比較 第一 你看美國3.6兆美元 GDP17% 日本42.2% 南韓14% 新加坡19% 我們會算6.6% 那比較其他國家的振興方案 我們的規模其實不大 那除了財政紀律的考量以外 我要問部長 因為是說到底我們有可憐可以從什麼也能增加刺激的方案沒有 有可憐嗎 我想這個部分除了特別的預算以外 然後政府也很積極 事實上另外一部分可能就是一些所謂的紓困的措施 就是比如說像我們在八大公股航庫對於這個所謂的企業面臨困難的時候 我們讓它能夠周轉能夠順利的營運 不至於倒閉 那麼我們財政部在目前也推出了這個所謂的造源的振興方案 對於這個目前疫情減緩以後 那麼有些企業開始要重新再來的時候 我們財政部八大公股航庫用比較低的利率 特別是中小企業 那麼給他貸款 那麼讓他能夠 他要重新出發的時候有取得資金 然後開始自己營運 這樣一個情況 我想這個除了財政政策以外 金融面的措施協助措施也是一個很重要 那當然 你再看 你再看下面這張表 就是說 你看日本 美國 南韓新加坡 你注意把它看 他們其實啊 都是在講退稅 幾乎都是在講退稅 我給你做比較的就是說 你說美國為保留員工 但營運虧損企業提供工資 稅月低免 日本也一樣啊 也在說減稅啊 南韓也一樣啊 延款六個月 企業貸款已經暫停支付六個月的利息 新加坡何嘗不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所謂的 站腳申報 我們 我們就有一個特定的條件 就免站腳申報了 這樣一個情況 那另外一個 跟委員報告的 就是說比如說像營業稅 有一些營業稅 他過去一腳的部分 那麼我們在受疫情的影響 我們就直接給他退稅了 引起他直接退稅 以前都是留底都下一期的 下一期的這個營業稅 那麼現在我們只要在 特定條件之下 那麼我們從寬處理讓他退稅 讓他取得資金繼續營運 這樣一個情況 我是怕是怕不夠啦 參考一下啦 好不好 來請榮委會 謝謝委員 那個副主委 這些疫苗你就想來行啦 我其實我簡單一個 蠻嚴肅的問題啦 我們農委會 由於三月十九開始 針對遠洋遺傳到火魚搬運 雇用的船員返港這個部分 那衛生單位 開力居家檢疫通知書 入住防疫旅館 沒有違反相關措施 我們本來去幫他們報 一天1500嘛 檢疫時間的14天嘛 每一個尊願相關 報到兩萬一就對了 你注意去幫他看就是說 我們這一次追加九千六百萬 我們用四千六百人來算對不對 我來請教你 您到現在執行率有多少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五月十八開始之後 我們禮拜 現在憲主席禮拜 已經完成 那個就是說 防疫旅館的住宿 差不多要到六千 五千幾個 五千四百幾個 就是住宿 你們現在開多少 我說你們執行到多少 你們實際上補貼的 你們給我到七月二十 我們兩百二十四人而已 沒有啦 不只啦 都到七月二十 你們的統計是這樣 你是說東港還是說高雄 整個都加起來 我看你們的整個預算 你們要辦理本來是四千六人次 四千六人次是這次變的 我們五月到將軍到九月二十三二十 進來 住宿的已經五千幾個 現在已經五千幾個 所以那個錢已經開 零點八九億 這有一個數字 是啊 所以這個資訊 要同步 要比較迅速一點 你現在 好 現在就是說有的 會陸陸續續回來 有的 你比如說 在北海的環境陣子 一家都差不多四五十個進來 他如果是有到多 有的工廠 或是有到多 有的陣子 接觸的時候 他還是要十四天 你現在剛才有一個大問題 我要做什麼問題 問問這裡 就是說 我們提供外籍 餘工的防禦旅館 你認為有夠嗎 就一定沒有夠 這還要再說 現在就是因為 旅遊業慢慢的復甦 慢慢的復甦 這個中間就是 有一些旅館 譬如說 東港的一些旅館 他就是 不願意去做這個 這個防禦旅館 啊所以現在政府 有的盤點 就是說政府的 一些地方 譬如說說 我們的那個 台南那 有那個 檢疫的地方 有集中的那個 那個 防禦的這一些的 設施可以提供的 將來可以 到哪邊去 部主委 我們現在剛才有問題 就是說 國內的重職業者 現在每天 現在要走去 台北對單名額 現在說已經 排到十月中順 去了 市場機制本來就是 這樣子 生多周少 啊 所以呢 現在防禦旅館 你像屏東那 疑似難求 每天這樣一個 住宿費用高到多少 要到三千五 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樣 給雇主到 這個肥股平白 增加這種負擔 啊 這有一個很麻煩的 這到時候 你像 你現在 到時候 雙邊都都沒辦法 的時候 你到時候你看 這些肥蠢全都有貸款 貸款還是要造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追加了這筆錢 可不可以去做更好的運用 就我剛才說的 歷息那部分 啊 不然現在很麻煩啦 疫情到底會不會繼續延燒 我不知道 肥股你說話說開放 開放 開放你如果尊重你也不敢贏 那如果疫苗一人 要丟到就麻煩了 你說烈防疫 那如果處理後 丟到就在海峡都的這個問題 你根本就連 你如果是一個船長 或者船長 你根本就沒辦法處理啊 啊有可能這部分 我肥蠢 我變成我不得不休餘啊 啊這樣是不是 政府對於 我們以前 貸款給他援彈報了 還可以援嗎 有援啊 是啊 啊再來咧 我怕再來咧 也是沒有避兇 那準的百里仔 你看看 準的百里仔 這不可笑的啊 這負責你就想清楚啊 這個有沒有可能啊 讓我們漁民 受到這樣的一個衝擊的時候 我們農委會 我們漁業署 再來想想辦法 好 這個我們再來想 好 這個負責拜託啦 好不好謝謝 謝謝中二選委員 下一位咨詢 我們請高鴻安委員咨詢 有情編 也沒有想要 請大 없 好 委員請 好 謝謝主席喔 有請我們的朱祖記長還有經濟部曾次長 謝謝 請主記長還有曾次長 主席好 次長好 本期今天是想針對紓困3.0的部分 我想要先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看到目前這一本計畫書裡面 我們的預算裡面 其實回補的超支金額是比例相當的高 以行政院所編的總部的金額來講的話 回補就佔了59% 其中的經濟部又算是一個回補的大中 經濟部總額上限是1375億利 回補就佔了997億 那這個部分呢整個回補金額的比例是佔了73% 好 那我們其實對於這樣子的一個規劃的時候的預算 跟現在目前要回補的預算超過如此之多 其實感到非常的憂心 它代表的是我們目前行政院 那最大中經濟部 其實對於我們在預算編列的時候的掌握 其實是非常的有待加強 所以在這邊想要先請教一下我們的經濟部的部分 好 經濟部這邊呢我們的回補金額佔73% 那這一次我們最後一次追加預算 那未來如果又還不夠 請問經濟部未來會哪裡去乾坤大挪移 把我們的預算拿出來做紓困防疫陣型 報告委員一下是不是我先 也可以主記長可以先回答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在預算書上沒有回補金額 只有一個是跟這個 主記長不好意思你的聲音有點小聲 是不是可以靠近一下麥克風 在那個預算書上沒有回補金額這一個話 在預算金額只有所謂的不呼數 就是不夠的數 那一個的話是說像有些我們看疫情 或者是疫苗的採購 那原來就有採購 那我們是說疫苗的採購 我們現在量可能要多 所以我們是說量跟量的增加 所以並不是說量的增加 而所增加的費用 而不是已經先發了去給它回補 好沒關係 那既然主記長提到這裡的話 我就先跳到下面的部分 包含因為剛剛其實想請經濟部回答 就是因為 比如說標竿企業研發輔導 我們當時本來預計補助是20案 所以就如同主記長剛剛講的 我們的量最後呢是申請446 審查之後是123案建議納入 那現在這個我剛剛講回補的原因就是因為 現在已經是確定123案納入補助 錢要發出去了 所以我們在3點0才做追加 這對於民眾來講就叫做回補 所以不知道經濟部對於我們的這個差距 差了大概10億元在這個計畫上 還有實際申請數 跟當時規劃預計申請數的差距如此之大 請問你們有沒有內部做檢討 跟委員說明喔 就是其實我們這1.0 2.0 3.0 執行的科目幾乎都一樣 是這些科目底下的規模 所以剛才主記長有跟您說明 所謂不服訴就是 比如說您舉的這個例子 我們如果照原預算 我就是執行2.5億 但是來申請的廠商非常多 我們評估以後 發現有123案是好的 所以我們才會在3.0 增加12億的經費 來把原來廠商提出來的案子納入 那這12億還沒有執行 還沒有執行 不是已經花了拿錢回來 但是現在目前已經123案是建議納入了喔 對 所以它是建議納入 所以就是如果今天預算沒有過 我們這123案就沒有辦法動用這12億 好 那本席的問題是在於說 今天我們預計補租是20 但來申請就有400多案 這跟當初您的規劃或者經濟部整體的規劃 有如此大的落差 您覺得檢討原因是為什麼 我覺得有幾個部分啦 第一個部分就是 我覺得廠商在遇到這一次疫情的時候 想要調整自己體質 然後做一些新的研發工作 其實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 也提出了很多不錯的案子 所以我們的整個審查委員認為說 這些案子納進來 對於未來整個研發能量的提升有幫助 所以才會在後段的時候追加了這個12億 所以我認為說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說法代表說 當時我們在訂定這樣的計畫的時候 其實在我們在做盤點 所有這些受影響企業 他們要去申請的時候 其實這個數字的掌握 其實有一點落差 所以這個本席是希望說經濟部未來 再提出任何這樣類似這樣輔導計畫的時候 一定要在計畫規劃的時期 就要先做好全程的盤點 而不是到最後才發現 哇這個整個完全是報案的情況 這還只是研發輔導的部分 我們再看紓困3.0製造業申請 所謂的薪資跟營運金融資金的補助 這一塊我們看到目前 已經是10月底之前 如果我們再按照這樣的一個預算數的話 不到10月底申請日就會用盡 想請問一下經濟部未來我們打算怎麼辦 我先跟委員報告第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受理的案件數 因為我們這次事實上是有把標準稍微提高 就是你的那個營業額下降50%的部分 其實要當期對當期 就是當期對當期 跟之前4、5、6月的時候比 是標準比較嚴謹一點 那這主要的目的其實就是說 我們同樣的項目在做 真正受影響比較大的產業 我們其實有把它透過一個篩選方式再篩出來 讓他們得到的支持的時間可以延長 可以延長 那我應該要講講 所有的委員都問說 3.0之後這一次 這個特別條例裡面的預算額 已經用印的話 就是結束了 後面怎麼辦 主席長其實在前面幾次都答了 就是如果整體的狀況有需要 我們會來滾動檢討 請回答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是指說 我們會來滾動檢討 所以 我的問題現在是說 你按照目前申請件數 預算數不到10月底 申請日就會用完 想請教一下經濟部 如果你在申請日之前你的預算就用完 那你要從哪裡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估計不會第三季用完啦 目前估計不會 對 10月底之前不會 所以你目前預計加速是多少 兩千 兩千 目前是合了兩千六啦 比這個還要多 目前是合了兩千六 那所以其實我們看到的經濟部編列的預算 看起來預算是會用完喔 不會啊 因為我們這邊看到的是說超過兩千一百件 不用等到十月底 所以您有算過 目前兩千六百件到十月底之前申請都還是用得夠 足夠 那個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這一期送的追加預算是工業局的部分是三百五十六億 對 所以這個算起來我們大概估算一下 還沒有到這個金額 還遠遠達不到這個金額 所以目前是足夠的 因為我們看到的狀態 之前經濟部跟我們的這個媒體所提到的這些數字算起來是不夠 所以您覺得是足夠就對了 應該要跟委員講喔 就是說現在整個 國際的經濟的情勢變化 也是速度很快喔 到了第四季 如果本來該要忘的都沒有忘 那也會是另外一個狀況 我要跟委員報告 現在的狀況就是 我們的項目跟要執行的內容 是確定的 預算有一個部分是在確定科目 另外一個就是他執行的量到底有多少 也要榮委員 就是這個疫情其實是超乎所有人 估計的狀況 因為本期這邊接到的產業的陳情其實是在於說 因為第一個 您剛剛講到五十趴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也希望說 產業也覺得說五十趴超過就有 沒有超過就沒有 其實這件事情有點一零兩件事情 所以他們其實也提出來 是否可以依照受衝擊的比例來調整 他們可以補助的比例 這個我想是第一個 產業有陳情的部分 第二個是說 剛剛前面我們講的輔導方案 跟這裡其實產業大部分 他們會認為其實補助薪資 跟營運的資金 對他們來講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這一次在預算的編列上面 我也會提一些提案來希望說補助的薪資跟部分會比較多一點 不知道您認為如何 謝謝委員 也謝謝委員 對我們用政策的肯定 其實我花最多錢的 就是在補員工薪資 最重要的是要讓企業留住他的員工 那進一步在這一個事情上面 您看得到 除了信保融資那一塊的費用以外 最大一筆 就是用來補貼員工薪資 所以請務必要保證我們這邊的預算數不會到十月底前又用完 這是我們希望說大家能夠讓產業都能夠活得下來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高宏安高委員 謝謝主席長還有經濟部次長 接下來我們請范雲范委員 請范雲范 慢慢來 慢慢來 麥克風你還沒有看 好 經濟部嗎 經濟部真正是 好 經濟部 市長 范雲范 好 真正是辛苦了 那今天我想請問您一大題一小題 那大題的部分主要是關於這個後疫情時代 那經濟部有沒有超前部署 去引領台灣的產業數位轉型 那一小題是 剛剛也有提到一點 就是紓困2.0我們看到那個薪資補貼 就是銀彈不足的問題 那不知道我們再來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避免這個問題 那先針對第一個這個大題 那這個表格我們是從那個OECD來的 那它主要是在講就是說 雖然我們台灣疫情沒有那麼嚴重 可是關於經濟這個部分 然後階段性的部分重點都一樣 那主要是說一開始當然就是 就是疫情的爆發 那之後呢就是防疫跟就是 能夠舒緩疫情 那再來就進入了過渡階段 能夠開始到復甦 那最後就是後疫情時期 那其實現在我們應該已經要準備 我們現在是在一個 就是過渡到復甦的階段 那我是希望提前問您就是 後疫情時代我們經濟部有沒有在 超前部署產業的數位轉型 那先跟那個政策報告一下 就是韓國五年新政 他預計投入160兆韓元 那數位新政佔了58.2兆 等於是台幣1.45兆 那光是產業的數位轉型 應該說數位轉型整個面向 橫跨工部門校園產業 單就我們經濟部長管的產業部分 他就包含生產線升級 資本供應工業園區物流系統重點產業 包括5G AI雲端產業等等 那這個是我們經常比較的韓國 那如果看另外的國家 新加坡跟智利紐西蘭已經簽署了 數位經濟合作協議 那也跟韓國展開數位合作夥伴協議 那同樣是亞洲四小龍 新加坡他現在跟這些國家的簽署的協議 促進各國在數位經濟 新興關鍵議題上合作 那主要是提高雙方的系統互動性 那還有在疫情期間 也能夠維持商貿活動 譬如說肉類的出口的電子證書 那同時新加坡也跟韓國持續協商 這個數位合作夥伴協議 目標就是消除數位貿易障礙 擴大企業拓展海外數位商業模式 建立個資 AI跨境資料傳輸 數位身份金融科技等 數位治理的技術框架 這是新加坡做的跟韓國做的 可是我們如果來看一下經濟部這個部分 也有宣稱要做振興政策協助轉型 可是我們仔細看它的內容 不管是協助製造業建立數位通路 服務業導入電商網路外送等等 那我們感覺這些都還在一個數位行銷的 通路的層次 我當然就是我知道 其實我們前瞻的2.0數位建設 四年砸了954億 那我現在想問部長說您的理解 如果經濟部有在引導這個數位的一個轉型的話 產業的話 那前瞻數位 我們未來會審的這個前瞻數位建設 四年954億到底夠不夠 那如果去看它主要這個預算的內容的 這954億裡面包含網路建設 數產業數位轉型464億 5G發展490億 那我知道5G發展不是你們經濟部的工作 可是這個產業數位轉型 460億元真的夠嗎 因為我們跟韓國比一下 我們都知道韓國人口比我們多 它的人口是我們的2.2倍 GDP是台灣的2.7倍 那可是呢 我剛剛所講的他們花在數位新政上的1.45兆 卻是我們花在數位建設的15倍 所以他們就算經濟體比我們大人口比我們多 那也只不過是2點多倍 可是人家花的錢是我們的15倍 所以我想問次長 我們錢已經不夠了 那到底要怎麼做 還是你認為就是說其實不夠未來會處理 那當然就是為什麼我把這個東西在防疫問 因為包含民間 包含就是很多學術界相關研究的都看到 其實台灣很幸運 沒有嚴重影響疫情 沒有被疫情影響 但因此 我們的產業其實喪失了被強迫改用新科技的機會 正是因為我們台灣成功防疫 更不能夠安逸於現況 因為其他的國家它把危機變成產業的轉機 台灣如果經濟部不給大家就是說更大的壓力 或是說引領大家的話 我們反而會落後於其他的國家 所以這是我想問的第一個大題 就是就這一次的紓困跟就是 未來的前債預算這個部分 那正式您覺得錢夠不夠 然後數位轉型這個部分 然後如何能夠不落後其他國家 那另外一個小題就是 關於這個紓困2.0 剛剛那個洪安委員也有提到 就是因為錢不夠居然發生 提前申請這個部分 就是關於薪資的補貼 那我辦公室也接到成型 我覺得這非常的不合理 那這一次是不是錢有準備夠了 這個3.0 然後能不能承諾就是說 不要再發生因為錢不夠 你把原定的申請的日期 譬如說7月底居然提前兩個禮拜 就讓他申請截止 而有些人會申請不到 我覺得這樣非常的不公平 好 謝謝委員 我可以從後面這一題先答 好 後面這一個部分是這樣子 我剛才很多委員都是關心 就是說我們在商業的那一塊 在上一期 因為到7月13的時候公佈截止 好 就先提前提前截止 那這個大概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我們在最後一個部分 最後一段時間其實是 我們原來收件大概收了5萬件 最後兩天收了2萬件 就是前面跟後面差別非常的大 所以才會我們的那個執行機關 商業司這邊會覺得說 這有些案件的狀況不太合理 才會有停止 那當然最主要的原因 也是因為我們的預算的已經用完 對 那這一次我們其實在說 我們有針對 國內需要 因為這個還是屬於比較是 紓困面向的一些 預算支出 在這一個部分 我們其實是有那個 去檢討真正比較需要的一些產業 那也做了一些估算 那剛才主機長在這邊 已經回答過非常多次 如果我們整個評估過 如果紓困的預算跟維持產業 尤其是就業的穩定 還有需要經費的話 我想說 我們也會報給院裡面 由院裡面再統籌 看經費如果需要籌措 我們會繼續來籌措 這是第一個題目 第二個題目是 第二個題目很快回答 就是那個數位經濟這一塊沒有錯 就是有的時候衝擊是轉機 那因為就是接觸不容易 所以用數位這個方式來取代 那當然我們未來的很多人跟人的溝通 或者是會議整合的一些方式都會發展 我簡單講 台灣第一個錢夠不夠 我們在5G的這一塊 其實已經開始在做部署 一向我們在數位的發展上面都會 都會比較快 但是應用跟軟體這一個部分 其實是國發會會整體統籌 經濟部是扮演其中一個部分 更重要的是我想說 我想委員應該有看到 就院裡面有在試著檢討 要針對這一個部門 獨立成立一個部會 我想說 這一個部分 它變成一個部會 統整所有各個部會的工作 它的效用會更強大 這當然是 可是產業這塊是經濟部主管的 如果沒有趕上 新加坡跟韓國目前所做的話 那我想就是說 其實國發會 就算有個新的部會出來 它沒辦法代替你去想 政策面需要的東西 我跟委員報告其實 您去看齁 這些我們台灣的這些業界 就是說你給它一個 合理的 空間或應用的可能性 其實 把這些東西生產出來 對他們來講 不是太大的挑戰 但是 國人開始 習慣跟應用 這些方法 這可能是重要 我們要去鼓勵 那我們會繼續在監督 經濟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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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來我們請 黃國書委員質詢 好 謝謝主席 請教育部 林次長 請教育部林次長 市長好 黃委員好 疫情發生以來 我們學術單位 都在努力 包括中研院 國衛院 還有原人會的合研所 我們都在組疫苗的國家 對 我們在這一次的紓困三點的預算 也編列了135億 當然這不是交易部的預算 我們要從事疫苗的研發採購 好 那跟教育部有關係的是 我想請教育部一定要密切掌握這個情勢 也就是說新冠疫苗跟全球的間諜戰的問題 中國駭客被指攻擊美國大選 這個都已經 美國都已經公佈了非常多的事實的案例了 那這個在學術的成就 它馬上研發出來以後 馬上會被盜取掠奪 那美國司法部的官員也說 如果他們不來竊取生物醫學研究成果的話 那才讓人吃驚 所以我們台灣我們要花 135億要做疫苗的研發跟採購 在研發的部分 那我們教育部我們如何去掌握 我們如果防止這些研發的成果被盜取 那過去我們有非常多的研發成果被中國駭客入侵 然後被人家盜取 那現在他們更直接了 他們有千人計畫 千人計畫 就是吸收海外的研究學者 去協助他們 來做研究 然後國台辦宣稱有72個人 那陸委會聽說 有33個人 好 我想要了解一下 教育部有沒有掌握 好啦我們就以陸委會的人數好了 到底有多少人是在學術界任職 特別是在我們的國立大學任職 教育部有沒有掌握 有沒有 跟委員報告一下 在有關 相關千人計畫的人數的部分 教育部 可能還是了解當中 還在 對都還在嘛 一段時間了嘛 然後 陸委會已經有說33個了 那33個 那一定都每個都有個案的案例嘛 那教育部有沒有跟陸委會 去瞭解 那到底這33個案例裡頭 他到底這個 他到對岸去參與千人計畫的背景 以及他有沒有實際違反 教育人員服務條例 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等 下一步有沒有每個個案去瞭解 但目前為止顯然是沒有 好 如何防止台灣學界研究的成果 被盜取掠奪 下一步總要有一個做法出來吧 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具體的做法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想 針對這個 剛剛提到的 有關 台灣的教授到大陸 參與這個大陸的千人計畫 我想這個部分 我會跟陸委會啊 那麼針對目前 而陸委會已經有掌握的 相關人數的部分 會去瞭解到 個案的一個實際上的一個情形 陸委會有33個人 那你下一步 接下來下一步的事情 那下一步 你接下來你怎麼掌握 當然 以目前我們對於 教師 那麼兼職的相關規定 那如果是他到這個大陸去做這個 沒有 經過核准 或者是未經簽準的 這樣的交流的話 這個是違反相關規定 你們要去掌握這個情況 是的 好不好 如果你們教育部 你們沒有一個清楚的做法出來 這個情勢就會一直惡化下去 是 那接下來可不可以請經濟部曾次長 我一起再跟你們談一個問題 非常感謝經濟部 曾次長 下一步請留著 我們經濟部有非常多協助產業的措施 包括補資金保薪資跟拼升級 這幾個做法 從1.0到2.0有非常多的方案 好 現在我們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過去 在研發固本專案計畫裡頭 原來變列10億 原來補助 預計是110案 到最後補助 我們評估覺得 欸應該要補助的有254案 經費的缺口13億 產業創新的平台的補助 原本編列2億5千萬 本來要補助20案 但是哇 現在台灣有這麼多優良的廠商 都值得 顧本 值得來幫忙他們 到這個產業創新平台到123案 這個經費的缺口高達12億 好 過去的一個問題就是 同一個時間申請了 這個甲已經拿到補助了 可是這個乙 也許比他們還值得補助 可是乙卻還拿不到 那當時我問過經濟部 經濟部的做法是 唉呦 抱歉啦 那些人都不知道說 有這麼多優良的廠商 值得來顧本 值得來創新協助 所以我們又追加了 可沒有問題 這個預算我們會想辦法來支持 但問題是 這些已經申請的廠商 我們是不是在紓困的3.0下經費下來了以後 還要不要再重新再申請 需不需要 可不可以縮短這個申請的程序流程 可不可以 跟委員報告 就是因為 我們原來編列的預算審查出來 跟大家報名的非常踴躍 所以怕有遺珠之汗才在這一邊 對 我知道了 這個我知道了 所以我們會在原來的鋪耳裡面 增加它的原額到 比方說 好 我知道 都不用先提嘛 需不需要再申請 不需要 簡化 審查的行政流程 好不好 因為他們等太久了 好 為了怕造成不公 我們政府的施政 我們要考慮到公平性的問題 我們會重複執行行政流程 好 再來喔 工具機我要特別提到了 我們七八月的台灣的製造業 我們的PMI在擴張 可是製造業的六大產業當中 工具機受創是最嚴重的 所以造成五夜歡樂一夜愁 好 我們工具機有建議了 我要非常感謝教育部跟經濟部 我們教育部去盤點了全台灣的高職學校 技職學校 我們要編二十多億的經費 要購買新的機器來幫忙 好 現在問題來了 這個規格誰設定 是教育部設定嗎 還是經濟部設定 有沒有辦法誰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要採購嘛 那採購需要規格嘛 那規格一定是有好多種規格 還是只有一種規格呢 那到底這個政策是所有的工具機產業 魚露均粘呢 還是只有少部分的工具機業者受惠 這個經濟部的立場跟教育部的立場 要非常清楚 我們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其實是兩個部一起合作 因為經濟部對產業比較熟悉 但業主是教育部啦 就需求是教育部開 所以我們當然會去注意就是說 能夠讓更多工具機業者能夠受惠 但需求的部分還是教育部依照 那採購誰幫你採購 教育部幫你採購嗎 跟委員報告 規格的部分 我們會請我們工會的部分來開這個規格 那有學校就他們的一個需求 就這個規格的部分來採購學校所需要的 發包是教育部辦發包嗎 發包的部分是由 經濟部 經濟部還是教育部 所以你經濟部你要非常清楚啊 程序部是經濟部 程序採購程序 但是我們是依照教育部的需求來辦 好 了解 所以你們兩個單位一定要充分合作 要非常掌握的情況 好的 所以這幾個問題一定要讓你們了解 那另外就是說 採購這些智慧機械 有沒有投資抵檢租稅優惠的問題 經濟部有沒有這樣的規劃 我們在產創的修正裡面 對於自己的投資是有 企業 企業企業 企業企業 不是學校企業的部分 對啊企業 對財買的人有優惠抵檢 然後因為工具機在這一段時間 包括美中貿易戰 包括疫情 其實是台灣的傳統製造業受創最嚴重的 那未來可能在美國談 雙邊的貿易合作等等的議題 經濟部有沒有把工具機的產業 也把它放進去未來的相關的談判的內容裡頭 我們會 我們會將 因為其實工具機產業對台灣來講 它是一個新的造型產業 我們把它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來討論 好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黃國蘇委員 接下來請蘇巧惠委員質詢 好 謝謝主席 我想請主機總處朱主機長 那等一下經濟部的政治長 請準備等一下就可以了 請桌主機長 委員好 好 主機長辛苦了齁 未到早到現在 那 欸 剛剛在個案齁 我想很多委員都已經垂巡了非常多的問題 那我現在就跟主機長請教一些比較大的圖像齁 是有勝於還是團主 有存錢嗎 總加特是有結餘的 決算是有結餘的 連續兩年嘛 過去兩年我們的財政表現都很不錯 所以都是有勝的 好 那如果是根據今年 哇 誰都沒有想到本來我們一路往上衝這樣的狀況 會在今年碰到了這個武漢肺炎疫情的狀況 那今年的狀況就特別啦 今年喔 我們看到這八月的時候 在財政部八月裡的稅付統計 這個雖然說有一些特別的部分稅收 譬如說證券交易稅是較上年同期增加了三百多億 可是整體來講喔到今年八月的這邊 比較去年同期就已經減少了六百七十八億了 那主議長請問一下 你覺得今年我們的狀況能跟去年前年比嗎 今年都要產生稅計剩餘那個壓力太大了 我們太大了 嗯 要產生稅計剩餘太大了 所以換句話來講的話 應該是會短收 有沒有估計要多少 他可能預算上是說 會有大概四千多億的那一個 那一個總加特匯的那個赤字 可是我們在執行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這個所謂的那些 就是說會有一些解餘啦 萬一就是說有時候或者說工程 加加減減下來其實也還是 你覺得還可以就對了啦 還可以就都赤字不會 實際的赤字應該在控制在四千多元以下啦 實際的數字是控制在四千多億啊 可是我現在我們想要問的 今天在這裡大家想要知道的也就是說 我們除了在年度預算要繼續進行之外 其實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等同於同時在進行的兩項特別預算 一個是前瞻的二期三期正在走 另外呢現在我們這個紓困的預算 又增加了這麼多 那兩項特別預算再加上去 那同時我們又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我們就是已經眼看著稅收會短少了 那這樣的狀況對我們的整體國家 有什麼樣的影響 對人民有什麼樣的影響 這個總金一直到換到地方 我們要去跟民眾講 這個到底對我們整個國家來講 有沒有什麼影響 我們今天可以這樣繼續做特別預算下去嗎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像有些前瞻喔 他有些是基礎建設 是啊 我們的軌道建設都是要靠這個啊 基礎建設雖然有負債 可是他那個是怎麼樣 在資產負債表上也有資產 就像一般的家庭一樣 說他借錢去買房子 他雖然有負債 可是他已經有那個房子 可是房子在我手上了嗎 我就是可以住了嗎 對對對 所以有負債也有資產 所以其實是等同於用一個投資 我們用一個投資的概念 用特別預算做的投資 來大家一起度過這個疫情的狀況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就是說那個有些是屬於資本門 尤其是前瞻 他是屬於資本 那特別預算的部分 那紓困的部分呢 如果前瞻從我們過去就一直講 這是一個投資一個建設 我們展望的是未來 那紓困咧 紓困的話就是說 如果沒有這個紓困 那個老百姓的生活 會有問題 那老百姓的生活問題的話 會造成社會問題 所以這個是怎麼樣 不可避免的 我們其實都知道啦 但是今天還是借著這個巡達的過程 希望是國家的主計總處 我們的主計長這邊 用大家聽得懂的話 告訴全體的國民 為什麼政府在這個時間 我們要做這樣的兩項特別預算 一個是為了投資未來 有前瞻能夠繼續走 另外一個是在這個疫情 這麼艱困的時候 台灣好不容易能夠 保持好的防疫成果 那麼我們的經濟就要下去 希望讓大家不但不用面對疫情 而且經濟也能顧得好嘛 對不對 我們會努力 這個是國際間有一些那個 國際間在一些期刊的資料評估 所以我們最近是不但防疫做得好 經濟還是正成長 好 可是主計長 我完全同意也支持這樣的方向 不過在這裡我就必須有兩點提醒 第一個是我們確實這樣的舉債數字 是有史以來以兩年為季的話 這是有史以來的最高舉債數字 所以這個部分到底我們要怎麼樣能夠償還 這個部分坦白講 因為我們的有效稅率其實是過低的啦 所以這個部分未來我們要繼續監督的 就是在這個償還的部分 這是其一 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也要跟主席總處這邊來提醒喔 其實我們在這個紓困的過程當中 有非常多的項目是以緩計及 或者是實施各種融資貸款的優惠 它是政策散落在各個部會之下 而且它都有挪移條動 所以坦白講我們如果單純看預算書 我們雖然可以看到一個案子一個案子一個案子 但我沒有辦法看到 這個國家花了這麼多的錢去進行紓困之後 到底有沒有實際得到成效出來 這個圖像我沒有辦法清楚的掌握 那這會造成什麼結果呢 這個結果就是坦白講 我們現在全世界沒有任何人能夠保證 這個疫情是不是能夠如期的結束 也就是預算我們一直走 走到了明年的時候 明年7月又要編新的預算了 好那如果萬一疫情還沒有結束 我到底是要編特別預算下去 還是我要怎麼做 這我如果沒有一個清楚的圖像 告訴我我現在的錢花下去 到底都值不值得反饋回來 對國家整體的稅收是什麼狀況 我覺得明年的這個時候 我們能夠檢討的空間就非常非常大 主委長同意嗎 同意 我認為你就是應該要要求各部會 應該要把整個每個部會 預算的執行狀況 像勞動部現在看起來它就百分之百達成啊 那其他的部會呢 應該要拿出來檢討這些專案對不對啊 是的 這樣可以齁 所以我們希望 那你這個報告你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我們會大概 大概是說這個預算的時候 在包括前瞻的時候 我們這個預算的 好 我希望有一個整體的圖像啦 那時候報告的時候可以提出來嗎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曾次長齁 我也想請問一下 其實就是同樣的問題啦 我也希望齁 因為我們看得出來 其實雖然說這些預算這麼高 但是最後其實用在哪裡呢 4200的預算 最多還是用在經濟服務的地方 也就是說疫情是發生了 但是疫情是公共衛生事件 但影響最大的是經濟 所以這個圖像 主機總處是全國各部會 但我認為 經濟部也應該要提出 各產業的圖像來 這個次長可以吧 你這個圖像報告 我錢花下去到底有沒有用住 對不對 不然的話就像剛剛一樣啊 就是說 哇沒有想到這個計畫 這麼受歡迎 來申請的加速這麼多 結果最後 反而是錢不夠 那個關於這個預算執行的績效部分 當然我們會做一個說明啦 就是總體是跟產業相關的說明 好所以我要求要有這個說明啦 那最後呢一句話的話就是 您剛剛已經回答說 就是因為我們的紓困專案好 所以來申請的加速多 以至於最後在2.0的時候爆量 那你現在提出了3.0嘛 那我希望 在這個部分呢 除了是預算的籌措之外 還有跟廠商的溝通 這個產業的溝通也能夠加強 不然的話 為什麼這麼多委員上來都捶詢這一題 就是因為 我們的電話都被打爆了 所以你自己要去想去說明啦 好好好 了解 好謝謝次長 謝謝主席長 來謝謝 接下來請黃秀芳委員質詢 謝謝謝謝主席齁 我們請交通部次長 交通部陳次長 呃我也好 次長好 次長我想請教齁 就是國內的安心旅遊補助齁 其實在前一陣子說已經快用完了齁 那交通部這邊也一直在向行政院這邊爭取 那我想請教就是說 這個安心旅遊補助 是會到年底 或者是到10月 或者是9月就用完了 呃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安心旅遊當時公佈的時候 就是到10月 所以呢原則上呢 我們會執行到10月 執行到10 10月 所以到10月 那 那我想請教就是說 呃在疫情這段期間齁 其實 呃不論是 國內的所有的觀光景點 整個呃國內旅遊人次 應該是非常多齁 是 所有沒辦法出國 全部都是在呃 這個國內旅遊 甚至呃外島 外島 澎湖 馬祖 金門 其實都 其實人潮都非常的多 那你們是不是可以 呃在把這個安心旅遊的 補助的這一部分 呃能夠再延長 譬如說到呃這個年底 呃我想跟呃 呃委員報告一下 原則上安心旅遊過去以往 呃執行到目前為止 大概呃 呃大約呃 不管是自由行或是團客 呃呃 大概有將近一千萬人次的 這樣的一個呃呃 參與這個這個火 這個安心旅遊啊 所以它有它一定的一個效果 那當然我 它它對國內的旅遊 產生一定的效果之後呢 是不是繼續呢 我想我們要呃整體的來看 呃整體國家資源來看以後啦 再來決定呢 後續喔 是不是應該怎麼樣 那我想請教 呃你們現在有安心旅遊 那呃之前都有暖冬 暖冬的這個旅 旅遊補助嗎 那你這個是不是兩個可以結合在一起 呃這部分也有 呃很多人在建議啦 那原則上 呃我們交通部或觀光局呢 也有把這樣的因素納入考慮啊 但是還是一樣呃 我們有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但是整體上還要 呃通盤考量整體國家資源之後呢 我們看怎麼樣來做處理 好那呃呃我希望就是說交通部這邊齁 不論是呃國內的這個旅遊補助 其實我認為最重要還是要 呃讓整個觀光景點的這個品質要提升 是這部分也是我們非常重視的 對那那你們未來針對這一部分 因為國內旅遊的人越來越多 那我我相信疫情也不是只有今年而已 也許到明年甚至到後年 那你們要怎麼如何把 國內的這些的觀光景點品質提升 因為很多人齁也會提到就是說 呃他想要花 他希望呃他的旅遊的這個品質能夠好一點 好所以所以我希望就是說呃觀光局 尤其是交通部觀光局這邊 你們也許要去規劃一下比較高 就是呃比較高檔 比較高檔次的這種旅遊的景點也好 或者是整個旅遊方式 好那就像之前我們觀光局這邊有在 這個呃推動那個跳島 跳島這個旅遊 其實很多人也很贊同 就是說欸我沒辦法 這個出國也許用這樣的方式 好像也是類似出國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說呃交通部這邊可以針對 在這個競爭雅州的這個不論是愛心旅遊也好 或者是暖東旅遊的補助也好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還是要把 我們所有的觀光景點的這個品質要提升 是我想呃委員呃 ч詮得很好 所以我們針對觀光旅遊品質的精緻化 或是它的優化 這邊的我們廣度、深度 這個我們大概都會透過跟地方政府 大家共同來努力 來推出相關的優質的行程 是 好 謝謝 那主席我想請教那個主席一處 主席主席長 主席主席長好 主席長我想請教 在這一次振興三倍券的這一個部分 其實我想請教就是說 我們這個振興三倍券到現在 你們這樣子估計一下來 就是說使用振興三倍券 額外的消費 或者是替債性的這個消費 分別有多少 那這個整個執行的成效 到底是如何 是不是可以請主席長這邊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那個替代效果 我們很難處理到 那我們一般都發現 我們有做研究 大概是說 振興三倍券帶動的經濟成長 大概是1.2到1.5之間 1.2到1.5之間 1.2% 1.2%到1.5之間 經濟成長率 經濟成長率1.2到1.5 對 那針對替代性的消費 你們這邊沒辦法去估算 對 因為那個除非要用問卷說 你這個是增加的消費 還是那個是原來的消費 那個很難 那也許後續你們把這個振興三倍券回收之後 你們應該可以做一個統計吧 對 我會請國發會他們去做 因為他們做規劃 看他們原來的規劃是怎麼處理的 其實我知道就是說在振興三倍券開始發放之後 其實民眾很期待就是振興三倍券真的可以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 或者是說讓一般的這種小吃攤或者是夜市能夠振興 那當然是有帶動一些 可是更大多數還是在替代性的一個消費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七八月開始 因為我們那個消費建設從七月二十七號開始 七八月份的消費 相對於去年的消費 是有成長的 是 在前面幾個月都是負成長 在七八月是正成長 是 所以還是有幫助 還是有帶動效果 對經濟的成長是有貢獻的 是 謝謝 好 那當然就是說 對於振興三倍券當然是對整個經濟是有發展的 是的 我也想請教就是說 未來如果 也許這個疫情也許會影響到明年 那也許明年還是會再發放一次這個振興三倍券 也許 也許 那其實 我想建議就是說 其實三倍券的印製 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還要另外花費一筆經費 來印製這樣的一個三倍券 那是不是可以考慮 因為很多人 會提到就是說 也許 第一個就是發放現金 這是第一個的考慮 那當然當時 我們行政院這邊也有做一些說明 你們也許可以再去考慮用什麼樣的方式 會比振興三倍券還好 而且不需要額外再去印製這樣的一個面額的三倍券 也許我希望就是說主計總處這邊 未來可以去考慮 那這個疫情不是最近 也不是今年也許就會這樣子落幕 也許會到明年或是到後年 所以希望主計總處針對這一部分 第一方面節省這個預算的支出 印製的這個支出 那一方面又可以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 所以希望主計總處這邊 我們會跟相關的部會 到像經濟部國發會共同來討論 謝謝 是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再來葉玉蘭委員 葉玉蘭委員質詢完之後休息十分鐘 謝謝 主席我想先請 我先讓主計長休息一下 我先邀請這個 漁業署長 有在嗎 農委會漁業署 農委會陳副主委漁業署長有沒有在 有啊 有啊 不好意思我請您過來的原因是因為剛剛最新的消息是 蘇院長在答覆這個媒體記者在詢問到底我們豬澳漁船在釣魚台海域 遭到日本的保安廳的巡邏 去衝撞一次 那 蘇院長很關心 他說這件事情他會要求要 呃 漁業署 還有海巡署 但是因為海巡署現在書庭還沒補啦 所以我就只好請您上來說明一下 這件事情請問您有沒有比較新的這個可以跟跟我們說明的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不是有台 呃 台日漁業合作協定嗎 跟委員報告 這個事情是昨天發生的 那主要就是說這一條船新林坡的這個船 他是很接近這個釣魚 釣魚台附近十二海裡的那個線 就是原來這個台日那個海域裡面這個是沒有涵蓋 釣魚台十二海裡裡面的海域 那所以那個 所以他們他們越界了嗎 呃 他剛好是在那個線的那個 我們看那個 我們的那個監控東芯的這個圖齁 就是航基圖 來看的話 剛好是在那個線的那個邊緣 那所以他們的公物船 他們的公物船跟我們的遺船 好像是平行的時候 我們的船要轉彎 就是要回頭轉彎 所以這是個意外 還是他們故意的挑釁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是我的疑問是這樣 第二個是我要替這個蘇澳的 因為聽說蘇澳的漁船 今天早上也回來了 是我們基隆艦 海巡水基隆艦去把護衛回來的 但是我 我聽那個船長是說 當然去捕魚是不對 但是他說他們有時候這個漁具 會不小心會掉到那邊去 總是要去 然後 我們台日關係照理講 應該最近應該是非常好 因為我們的駐日代表 非常非常優秀 那為什麼這個 日本海上保衛廳的船艦 它要進行衝撞之前 它沒有任何按照慣例 應該要警告的 至少要示警 不是嗎 這個應該 剛才委員談到就是說 台日最近幾年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有協議嘛 那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今年沒有碰面 往年的話都是每年都要去談這些的 包括一些的聯繫啦 或是說 所以我們今年是完全沒有聯繫 今年是雖然是沒有這樣 但是海行署跟我們的外館 都有一個很暢通的一個管道 那這個為什麼會碰到 因為我們是單方面聽到說是 因為在那個縣 我們的船就是要轉頭的時候 船頭跟那個東西去碰到 那所以 署長 我這樣子啦 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我想就請你們把這個案子儘快的 儘快的做個詳細的報告之後 也要告訴我們 你們未來如何防範 我們自己的漁民的權益受損好不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一定要建立 你不要再說這個疫情的關係受影響 還有一個東西叫電話 還有一個東西叫視訊好不好 因為這疫情還不知道拖多久 那一刻都不能等 那本席希望在兩個禮拜之內 能夠看到報告 謝謝你 我時間先暫停一下 好 因為我接下來要請主記長 要請衛福部長 還有NCC傳播委員會的主委 委員好 衛福部削次長 NCC陳主委 主記長 謝謝您 辛苦了 因為這個 我想要了解一下 我們現在三次紓困特別預算 合計起來是4200億 舉債3900億 這個我們將來要怎麼還 不曉得 這個主記長 有什麼樣的盤算 我們這個債務 我們中華民國的債務 都是他有一個花年 都在財政部 他都有一個規劃 花行多少年的公債 到時候就會編預算 一定會緩 而且平常也會負利息 所以 那主記長 到底今年年度的GDP成長幅度 大概我們目前的估計 今年大概是1.56 1.56 聽說是亞洲四小龍裡面算是很好的 對不對 唯一正的成長 對 那為什麼我們軍工教不能加薪 這個軍工教加薪 他有一個人事總處 有一個委員會 那個委員會 他們會考慮到 那個所謂的物價的上漲 這個以往的 最近的調薪到累積到現在 是 情況是怎麼樣 他是中華考量 對 我也要請教 你現在 我們看到京東 今年秋冬 大家都說有可能還會帶大流行 不曉得 主記長 你認為我們還會再增加特別預算嗎 對 因為目前的那個 原來的六百億加一千五百億 目前的執行率 大概是 目前大概執行是一千五百多億 原來兩千億大概有一千五百億執行 再加上這個兩千億的話 我們目前的 還有金額是可以執行的 如果將來 這個疫情 確實真的會有需要 但是目前沒有這種考慮 我們會滾動檢討 謝謝 因為時間非常有限 所以我要問那個 主記長還有衛福部長 我們秋冬要 如果要大流行的話 其實現在 現在台北已經很冷了 那我們的兒童的口罩 能不能多發放一些啊 就是你現在兩個禮拜九片 其實對兒童來講是不夠的 這其實是目前的量是應該是夠啦 那我們一天差不多估計是在可以有兩百萬片的兒童口罩 兒童口罩 您說是夠的是不是 那所以我們 未來我們還會繼續這個實施實名制口罩 要實施到什麼時候呢 會 如果在疫情還沒有解除之前的話 這實施實名制口罩的政策應該會持續 我看這個報告 其實很多人都來跟我問一點 就是說 我們這個口罩 這個採取徵收制 我們徵收是1.5元 賣5塊錢 我們有稅入 那我們的稅入 說實在 我們現在 看那個帳 目前衛生署的 藥局通路 這個不能叫衛服部的 已經賣出了 8億5千多萬片 收入42億 然後經濟部的通路是收入9億多 合計已經10億多 收入其實 其實是51億 那到12月底應該60億 我們這個 我們賺不少錢 請問 有沒有可能 把它列入我們的稅入 有沒有編入稅入 各位委員報告 這沒有賺錢 沒有賺錢 因為我們要給 郵局的通路 他的運送的費用 我們要給藥局 他們販賣的一些補貼 這些加起來的話 差不多就是 所以有沒有可能變成一個自由的市場買賣呢 自由市場買賣的話會有風險 我們還是需要有一個實名制來保障 讓我們國人都可以得到最低的 限度的這些口罩 不好意思 本席再用30秒 我其實對於NCC裡面 他做防疫監控作業 手機門號有一個軌跡追蹤預算 追加了4千萬元 那我們其實這件事情在國際間 我們被人家笑說這是侵犯人權的 所以我本期希望 因為我沒有時間問了 我希望NCC要能夠給我提書面的報告 說明這個追蹤的平台是怎麼樣 它的追蹤的原理跟追蹤的方式為何 目前一共追蹤監控的多少人 累積一共要監控多少人 你們的法律依據為何 監督的機制為何 是不是應該要補證整個法律的作業 因為沒有時間 所以拜託NCC給我書面報告 在兩個禮拜之內 謝謝 好謝謝 好謝謝 現在休息休息10分鐘 謝謝 謝謝 謝謝